是国王却不想当国王 只因我根本不懂什么帝王之术 更没有秦王扫路河的霸气 可那些奸臣却疯了似的 想要将我推举为国王 然而就在不久之前 我正拿着刚刚拆封的卫生纸 关上的屏幕内的小姐姐 可面前的屏幕却出现一行小子 如果能回到古代 你最想回到那个时代 被打扰的我直接开喷 用最精简的文字 表达了我内心的愤怒 可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却发现周遭已经变了一副样子 我不仅穿越成了废物四皇子 还被一群奸臣推举成了新皇 就在我以为自己的后半生 就要完蛋的时候 耳边却响起一道声音 王国奔线系统激活成功 您可以叫我大奔 我整个人如遭雷击 神特么的大奔 还有王国奔线是什么鬼 手环再次传出一道声音 只要您让前朝覆灭 就可以回到现实 而我奇怪的反应 也让一旁侍奉我的女人 感到十分疑惑 这个废物是怎么回事 以前她只要一见到 我就会露出猥琐的笑容 居然是这个女人的所有信息 而且她还是奸臣派来监视我的内奸 赵叔瞬间瞪大了双眼 因为在刚刚的那一瞬间 她居然有一种被看穿的感觉 而我同样打量着面前的 这个漂亮小姐姐 从山峰一路看到沟曲 这时一道令人不快的声音 将我打断了 陛下您似乎有什么心事 闻声我这才注意到 下面居然还有两个家伙 他们的信息也出现在我的面前 李天元前朝右丞相 赵卓前朝左丞相 一时间我只感觉后背被冷汗尽尸 因为这两个家伙就是推举我为新皇的奸臣 这时赵卓突然开口 殿下怕是担心这块到手的龙椅坐不稳了 面对他的挑衅 我只是平静地回答到他 我巴不得坐不稳龙椅 早日亡国呢 赵卓又再次阴阳到我 先帝的遗诏可是让在外面领兵的太子屠苏几位 殿下怕是担心这块到手的龙椅坐不稳了 他虽然不会推开棺材该杀了他们 但是那屠苏就不好说了 说着他大步走到我的面前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玉玺 只要陛下下达一道圣旨 让屠苏下去赔先皇 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我知道他的意思 只要杀了太子 那我就不用担心自己坐不稳皇位 可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被他们像傀儡一般操控 那种没有小姐姐被人操控的日子 我是一天都不想过 看着他手中那闪闪发光的玉玺 我直接一把夺了过来 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让你好过 被夺走玉玺后 赵卓疯狂地尖叫起来 让我不要冲动一定要冷静 可他的话我却一点都没听进去 来呀来呀 你现在就干掉吧 勘越成了傀儡皇帝 还被两大奸臣玩弄于鼓掌之间 可我却直接掀了桌子 一把夺走了属于我的传国玉玺 现在我才是皇帝 玉玺今后由我保管 杀谁不杀谁也由我说了算 此言一出瞬间将赵卓迷成了小迷妹 殿下原来是这么硬气的小哥哥 那句谁赞成谁反对 简直不要太帅 原来殿下先前种种废物的行为 都只是演技嘛 而我将玉玺毫无防备 放在脑袋上的行为 更是吓得赵卓六神无主 你小子还没登机就嚣张了事吧 我有本事扶你上去 就有本事弄死你 听着他的威胁我却笑得更欢 来呀来呀 你快来弄死我呀 就在赵卓忍不住上来 准备弄死我的时候 赵叔却从后面抓住赵卓 让他冷静一点 这时 李天元站出来打起了原场 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 还是先冷静下来如何 他平静的样子让我有些意外 突然露出一抹笑容 那就看看这样 你是不是还能沉得住气 于是我抓起玉玺扔了出去 哐当一声 大殿顿时变得压去无声 可我却只是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手滑了 要知道传国玉玺 象征大前的气韵与权威 而且他还是帝王号令群臣 权遇天下的信物 可就是这样的宝贝 却被我摔成了碎片 摔坏玉玺可是死罪 挑衅到这个程度 就不信你们认得了 这下 你们是不是要立马弄死我 让我完成灭国任务 赵卓一脸愤怒地指着我的鼻子 明明你半天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可就在他马上发飙的时候 李天元突然一把将他拦了下来 陛下说笑了 整个天下都是您的 更何况是一个玉玺 摔坏就摔坏了 又不是什么大事 陛下您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说完李天元就直接赵卓离开了大殿 见状我连忙朝他们大喊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你们真的不弄死我吗 可他们却质若罔闻走出了大殿 回到书房后 赵卓当即表示一定要杀了徒业 接着又开始指着李天元骂道 你这个没骨气的 居然还叫那小子陛下 李天元怒斥他糊涂 现在太子徒苏在外 如果先帝在帝都死得不明不白 你猜我俩身为先帝生前的权臣 会不会是徒苏第一个讨伐问罪的对象 徒业摔碎玉玺 让我们手上少了一件对付徒苏的筹码 我们如今能仰仗的只能是即将登基的他 所以说 难道你想说徒业是故意不让我杀徒苏才破坏玉玺 李天元回答他没错 徒苏原本是徒业的绊脚石 但徒业登基已成定局 他反而重新思考和徒苏的关系 手握重兵的徒苏之外 能令你我在朝堂之上行事有所顾忌 无法过于架空徒业 如果我们逼迫徒业过神 他就会放任徒苏入京 与我们与此往后 徒业甚至会利用三方关系来驾驭 赵卓听后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是说那小子有脑子算计到这一步 你知道天子犯法和庶民同罪这句话出自哪 是出自百年前 钱国丞相卫行律大人之口 当年卫大人受钱王重用推行新政 权势滔天 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其因为失去了钱王的信任而遭到车裂之行 而现在徒业说出了同样的话 表面上是说他的问题 可实际上就是敲打你我 赵卓却仍就是一脸愤怒 我可不管那些 我一定要杀了那小子 这次李天元没有再发表言论 之前拥立涂液是因为他在先帝众多子嗣中最好控制 不过如今看来 这家伙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无能 先帝啊 您的子嗣真是有趣 另一边 回到寝殿后我便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可这样的日子却不是我想要的 吃的不好吃 玩的不好玩 还要批阅奏者 关键是我连一个字都不认识 没有手机电脑的我简直快要疯 就在这时 我的身边多出了一道人影 只见赵叔就那么毫无防备地站在我的面前 顿时他露出一脸娇羞的霉 陛下 我要事情了 听到他的话 我愣了一下 接着我就露出一副诸葛的样子 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 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穿成了古代的皇帝 可我却不理朝政还广纳后宫 整日与我的绝美小妾在寝殿翻云覆雨 再将阿威十八世全部尝试一遍后 我也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那么现在就只剩下一件事 被刺杀然后回到现实世界 于是我扭头看向了赵叔 却注意到他头上的发展 待会儿只要激怒他 给他创造一个绝佳的机会 这个事基本上就办成了 于是我十分得意地 给自己买上了一杯好酒 这时 我开口喊到他的名字 你其实是赵卓派到我身边的内鬼吗 此言一出 赵叔心中咯噔一声 可明面上却还在强装淡定 陛下您说什么 姝儿听不懂 我开口让他不要担心 我并不在乎你和赵卓私下的勾当 接着我抓起酒杯一饮而尽 反正 他安插你在我这 不就是为了控制监视我吗 我很享受和他玩的这场游戏 要不然这皇帝也当得太无聊了 赵叔听后遍体深海 义父处心几率把我送到他的身边 可在他的眼里就只是一场游戏吗 如今他和我摊牌 是不是表示他已经玩腻了 那义父肯定不会放过我 我没有去管他的那点小心思 而是装出一副喝多上头的的样子 趴在桌子上 小样 快来吧 机会都给你创造好了 一旁的赵叔也没有辜负到我的希望 伸手抓向了发灾 明晃晃的针头也闪过一抹寒光 接着他捏手捏脚的走到我的身边 与此同时 系统的声音猛的响起 王国系统升级完毕 大奔将继续为宿主服务 我听后直接傻眼 我特么都要完成任务回归了 你还升级个屁 可他却不顾我的想法自顾自的解释道吗 只要宿主可以将国力降到零以下 就算完成王国任务 目前国力为一千 以宿主目前的影响 死掉也不会影响国力变化 这也让我瞬间慌了神 这特么不是玩脱了 此时赵叔已经抓起发簪朝我次来 来不及思考 我闪身躲过了他的攻击 伸手将他握在怀中 差点差点 还好我机灵反应快 可他却不打算就此罢休 用力挣脱了我的手 再次抓紧发簪朝我次来 可不料他一个没站稳朝后倒去 就这么将所有春光引入我的眼底 看着他哭唧唧的样子 我也感到有些好笑 明明是个战武渣 还想学人家反杀 我伸手抓过了他的发簪 你太心急了 被我三言两语就勾起了杀鸡 这样可不是一个合格的见谜 可赵叔却哭得更厉害 说着竟然直接晕了过去 再次睁眼 赵叔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幽闭的空间 姝儿 我交给你的任务办妥了吗 看到来人 赵叔吓得叫了起来 义父你怎么在这里 赵卓冷笑着伸手朝他抓来 这点事都办不好 留着你也没什么必要 赵叔吓得失声尖叫 却发现自己居然还在我的寝宫 我关心地问他是不是做噩梦 可他却小声问我为什么不杀他 我解释这只是一场游戏 而且我不但不会杀你 还会假装什么也不知道 任由你传递信息 毕竟这样 游戏才会有趣味性啊 只是用毛笔写了一道圣旨 救下的王妃花容失色 甚至以为这是我专门为他量身定制的阴谋 可我只是单纯地不会使用毛笔写字 终于在两秒半后 我彻底放弃了这个想法 接着回头喊到身后的赵叔 过来帮朕写一道圣旨 不等赵叔反应过来 我便已经将他推到了桌子面前 加油爱妃 正看好你 赵叔微微脸红 不知陛下要你什么圣旨 可我只是极为平静地说道 将包括图苏在内的所有图是子 全部除去图姓 脸为庶人 此话在赵叔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陛下这是要做死的 居然拿废除自家族亲的皇族生存 于是他鼓起勇气问我 为什么要你这样一道圣旨 原来我通过系统规则得知 只要削弱图是王族的影响力 就能扣除大量积分 还能顺便打造我残暴的昏君的形象 赵叔看着我比AK还难压的嘴紧 顿时有些汗毛树林 连忙朝我道 是奴婢愉悦了 请陛下饶恕 可我并没有怪罪他 而是大方地告诉他 当然是为了增加游戏难度 这道圣旨一下 朕不但变成失去家族支持的孤家馆 还会背上冷血昏君的骂你 我让你来拟址 你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赵叔 他一定会很高兴了 这个情报就算朕送给你的礼物 这一刻 赵叔的心口砰砰直跳 这还是从小到大 第一次有人送我礼物 明明知道陛下知识骗我 可为什么我还是会开心 而我也收到了系统提示 大幅削弱大前皇朝影响力 国力积分减少200 画面一转来到赵卓府里面 赵叔拟完圣旨后 便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 看到来人 赵卓不满地问到 他为什么现在才来 赵叔表示自己有重要情报要说 徒页下旨将所有徒氏王族贬为树民 此言一出 两个老狐狸都被吓了一条 那个小子到底是发什么疯 咱们才说要从图氏子弟中 另立新军 他就颁布这道圣旨 李天元没有理他 而是询问到赵叔 此事当真 赵叔搓着手指 有些不好意思的诃声 就是自己替陛下你的这道圣旨 赵卓眼中闪过一道很利的光芒 一巴掌抽在了赵叔的脸上 说 是不是你泄露了我们的记忆 赵叔捂着发青的脸颊小声道 说而没有 然而赵卓根本不信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贱人肯定是看上那小白脸 现在还来给我演戏 突然一只大手搭上了他的肩膀 赵大人 若是赵叔泄命 下指的是怎么会让你我知晓 这是涂叶的离剑戟 顺带敲打你我不要忘利新军 听到李天元的分析 赵卓才意识到 自己刚刚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接着笑盈盈的将赵叔扶起 刚才是一副冲动了 你不会怪一副吧 赵叔回答不敢 随后赵卓又看向了李天元 看来你的计划要泡汤了 既然这样 那我就发动群臣 在他第一次上朝时 尽情地羞辱他 让他知道这大姐 是谁说了算 李天元还想说些什么 但很快就放弃了劝说 赵卓不是个做大事的 我也该有自己的打算了 与此同时 我看着你盯好的圣子 现在只需要一个好时机搬驳 可尽管如此 距离清空国力积分 还有好大一段军 突然我猛地想起 历史上的王国昏居 除了亲信奸臣之外 还要不理朝政 强强明明 广拿后宫什么的 知晓这点后 我也决定效仿他们 将满朝大臣家中的 所有女眷收作后宫 变成了万万人之上的 千古异地 可我登机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将我的后宫 扩大一百倍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加速我的灭国计划 不仅可以扣掉 大量国力积分 还能给我谋一波福利 简直是一举两得 玄机我冲得太监大喊 正要见赵卓和李天元 让他们马上来御书房 一刻钟后 两人才慢悠悠地赶到御书房 看到两人我当即笑道 快做快做 就当这是自己家一样 赵卓却表现得十分不屑 骂骂咧咧地找了一个位置坐子 你现在已经登机了 明天是不是也该上朝熟悉一下 说完他心中冷笑 等你明天一上朝 我就要你好看 殊不知我根本不打算上朝 因为那种因为在我看来 完全是加分响 于是我端起酒杯猛观一口 上朝这种事改日在说 反正有两位爱卿 我相信没什么事 是你们解决不了 李天元听后衣服 果然如此的样子 果然拒绝了上朝的请求吗 他果然没那么简单 不但猜到了赵卓 我想在朝堂上打压他 还搬出了信任臣子的礼物 让人无法反驳 赵卓那点粗浅的计谋 在他面前完全不够看 可我并没有想那么多 满脑子都是广纳后宫的计划 于是我白手告诉他们 朕有一件事要找你们商量 朕现在贵为皇帝 后宫却只有赵叔一人 实在有誓言面 朕决定搜罗美女广纳后宫 听到这话 就连赵卓都被我这一操作 惊得倒退两头 先皇刚下葬 就想着下半身那点事 这人也太不要脸了 就连一向冷静的李天元 也是一脸错误 专门照见我等难道 就只是为了广纳后宫 我无视了他们那副 见鬼的表情继续道 这件事要尽快落实 二人都是一脸无语 赵卓率先道 陛下要搜罗天下美女 我是支持的 不过仓促之间 我直接开口将她打断 确实这件事很仓促 所以我们的搜寻目标 就定在地步 赵卓也被我这句话 对得哑口无言 反而将希望寄托在 李天元的身上 你一定要阻止这个傻伯依 但很快我又继续了 我想到一个最省事 省力的办法 咱们就从朝中 大臣家中女圈里挑选吧 离开御书房后 赵卓顿时不满了 那个傻伯依不离朝政 还要广到后宫 这妥妥就是昏君的节奏啊 不过那小子 在皇帝位置上自己作死 倒是省掉了 咱们不少力气 走在前面的李天元 突然停下 回头怒斥赵卓必须 如果你继续这样轻视陛下 等待我们的会是诸九族的下场 赵卓被他愤怒的样子吓了一跳 李天元同样意识到自己的势态 顿了顿又倒 陛下刚刚的举动 都是别有深意的高招 你刚定下在朝堂上打脸他的计划 就被他轻松破解 说明他对我们的意图了如指掌 可是那计划刚定下来 咱们就被罩入宫中 根本没有走漏消息的可能 所以这才是他的可怕之处 不仅如此 他除了不上朝还要绑纳后宫 这一系列举动看似荒淫误导 却是针对我们 互为一体的连环计 赵卓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有自信即便不上朝 也能掌控朝政 将群臣加女眷收入后宫 他就可以通过联姻方式 直接拉拢大臣 挖我们在朝堂上的墙角 此言一出 赵卓瞬间慌了神 李天元突然笑了起来 让他不必担心 陛下传承图是血脉 这本就是理所当然 咱们做臣子的 自然要好好满足他了 当上皇帝后的第一件事 就下令让把整个京城的美人 纳入我的后宫 我荒唐的举动 瞬间引起了一众大臣的不满 可迫于我手中绝对的权利 他们还是选择了 遵从我的意愿 自那之后又过了几天 李天元朝我汇报之前 将所有图示都将点为数据 唯有前太子图苏 因驻军在外 所以还未实行 我抬手叫停了他接下来的话 我不想听这些 接着我一脸色咪咪的看向了他 我之前让你给正挑选的 后宫怎么样了 李天元赶忙解释道 因为时间紧迫 所以并未找到陛下规定的人数 说着他朝后拍了拍手 吩咐到手下将人带过来 不多时 一群绝色天线的美人 便出现在我的面前 看到他们后 我不争气地留下了两桶哈辣子 这难道就是天堂吗 就在我沉迷之际 他们突然齐声朝我喊道参见陛下 我一把搭上李天元的肩膀 询问他这里的姑娘们 有没有那种带绝活的 李天元面色微微一僵 微臣不知陛下所谓绝活的含义 他的话让我有些吃惊 这小子难道听不懂男人之间的暗语吗 李天元心中打鼓 难道是我的祭祀出了什么问题 原来这其中有两位女子较为特殊 在十多年前 大前的两大豪们因触怒先皇 被满门抄斩 而他们唯一的后代 却被李天元偷偷走下 这十多年来 李天元从未跟任何人提起他们的身体 还将全部的心血倾囊向受 就在前来皇宫的前一天 李天元召见了二人 并将诛灭他们满门的仇人 图千军死亡的消息告知 虽然你们没能亲手报仇 但那老东西还有一个子嗣徒业 我可以给你们铲除他的机会 不过他的心机深沉 而且还荒银暴面 你们怕吗 二人听后当即立誓 只要能让我等亲手报仇 我等万死不辞 想到这里 李天元才终于放下心来 就在这时 突然大叫一声 这两个小姐姐非同寻常啊 李天元心中咯噔一跳 不可思议的看着我 这就发现了 而他们的信息也暴露在我的面前 诸葛杀 为复仇灭国而接近宿主 饭桃珠 同样是为复仇灭国而接近宿主 看到这里 我突然扭头看向了李天元 暗暗夸他干得漂亮 我就需要这种特殊人才 于是我大步走到他们的面前 抱上你们的名字 两人做出一副害羞的样子 奴婢阿珠 奴婢阿珊 听到他们的介绍 我摸着下巴凑到阿珊的面前 你似乎有点紧张 这也让李天元心瞬间沉至谷底 阿珊性格内向 在涂叶的气势下说不定会暴露 我挑起他的下巴 让他不要害怕 朕可是很平易近人的 接着我便开心的在他的脸上来回容忍 可他的表情却变得愈加扭曲 系统突然弹出紧急提示 恭喜宿主发现诸葛杀的隐藏属性 我心中按道一声不好 接着就听到一声摔倒的声音 我就只是想上演一出宠庆的戏码 没想到诸葛杀这么不敬宠 这下李天元一定会担心暴露将他给换倒 我不其然 李天元突然跪倒 微臣失察 选人不当 让此女在陛下面前有失礼 微臣罪该万死 微臣这就将此女 我伸手将她拦下 接着将诸葛杀一把抱在怀中 我就喜欢这样害羞的女子 爱卿果然懂我 闻眼李天元擦去了额头的冷汗 谢陛下 为了演得更真实一点 我直接开口道 今晚就有阿沙士气 突然我注意到一旁充满杀意的眼神 可我却将她的眼神误会成了不满 难不成阿朱小姐姐也想一起士气 当上皇帝后的第一件事 就喊来了两位绝色天仙的小姐姐和我士气 可就在当他们做好准备现身的时候 我却并没做那些猥琐下流之事 虽然他们很漂亮也很可爱 但他们却是派来除掉我的温度 不过既然是李天元送来的人 那他们肯定有超乎常人之处 可系统只显示基本资料和能力指数 其他的则是一概不知 迟迟没等到我恋爱的阿朱此时也感到无比 这个婚君为什么还不来 明明我们都做好了现身的准备 甚至受到各种凌辱 最终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 可是现在 想象中的场景却并没有出现 比起被那样对待 什么也不做的涂业看起来更可怕 阿朱突然想起李天元之前叮嘱过的话 涂业此人心机深沉 尽管他十分好色 但却很难被美色灭过 更何况赵卓宜抢先将赵叔送给他 他既是你们盟友 更是你们竞争对手 你们要取得涂业信 必须要在色相之外 展现出对他额外的价值 相信你们知道如何展示自己的额外的价值吗 就在他们还在思索怎么办的时候 我突然开口询问到他们 你们有什么才艺特长之类的吗 文言二人心中一沉 果然来了吗 阿沙掰着手指数了起来 奴婢擅长占补 关心 侧字 风水 炼丹之类的 听到这里 我嘴角勾起一次笑容 满意地点了点头 可他接着又补充到 奴婢还擅长防中树 地旁的阿朱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心中暗道你是认真的吗 我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看向了阿朱 你的特长又是什么呢 阿朱身子微不可查地抖了一下 有些不知如何开口 自己出生假伤之家 自幼跟随祖父出入各种生意场所 耳濡目染下 自己不仅擅长计算财火 也擅长计算人心 但祖父的遭遇让我明白 同时拥有这两项技能 很容易遭上位者猜忌 复仇的前提是保全自己 要在展现价值的同时 把自己包装成人畜无害的形象 想通这点 他露出一个傻白甜的专属笑容 奴婢没有任何特长 不过唯一拿得出手的 就是家中传下的万贯家财 我特么直接握草 他的形象也在我的心中变得无比高大 这就是超能力的力量了 于是我开始仔细端向起来 该怎么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 帮助我覆灭这个国家呢 很快我便有了决断 郑贵为一国之君 怎么会看得上阿珠小姐姐的家谈呢 相反 阿珠小姐姐可否愿意替郑掌管过 阿珠瞬间露出了无比惊恐的表情 而我则是对自己的决定案子 阿珠出生商人世家 相比不动声色的掏空国库 也一定轻而易举 至于出生方土世家的诸葛沙 刚好可以效仿历史上虚浮炼丹 于是我告诉阿珠 一个王国之君该有的标配 可很快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一脸认真地看向了还在努力的阿珠 以后见证的时候必须穿着道袍 这样的恶趣味让阿珠感到十分不适 然而这样的思路却让我打开了新的大门 以后必须给我的后宫 全部安排一套新的装队 什么兽儿娘 你不装彤彤安排啥 明明掌握无上权力的朝中权臣 却非要想着掠夺皇位 还要伪造圣旨下令赐死太子屠苏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夺得那处不可及的皇权 伪造好圣旨后 赵卓也变得无比兴奋 只要除掉了屠苏 屠业外无援君 那天下还不是任我拿捏 想到此 他高声喊道护卫 不多时 一道脚步在屋外响起 只见一个身穿盔甲的男人跪倒在他的面前 赵卓拿出了准备好的盒子 我要你立刻动身前往北郡 将这道圣旨交给镇北军统领屠苏 你要亲眼看到屠苏自吻 再把他的脑袋带回来 我要给陛下送一份贺礼 而在赵府的屋檐之上 男人将刚刚听到的一切全部记录了下来 并将这份无比重要的情报传递了出去 与此同时 某处密林之内 一支数十人的骑兵小队 正骑着骏马朝北军团去 可他们的行踪却早已报 为首的蒙面女人已经收到了男性 可就在他下令准备动手的那一刻 自己却因为脚下打滑 整个人瞬间失去重心 随后就听到女人一声尖叫 鹏的一声掉在了茂密草草丛 看着掉下去的首领霄 两人却是习以为常 霄不满的声音猛地响起 废物东西 动手 正在行军的赵姓也预感到了不妙 随即下意识看向了操作 再看到突然多出的麻省 赵姓连忙呼喊不下赶紧停下 可身后的士兵却没那么好运 快马也因为跑得太快被那根麻绳绊倒 就当他们准备起身的时候 背后却炸开了一道火光 只见数十道黑色身影从空中出现 他们将手中早就准备的暗器挥洒一空 赵姓挥剑当下了全部的攻击 而在他的面前 则是两道持刀的黑衣男子 赵姓顿时怒道 区区逆贼 竟敢拦截圣旨 仅仅只用了一刀 就斩杀了面前拦路的二人 突然一道阴体响起 只见高高的圆月上 竟然树立着一道人影 可还不等赵姓反应过来 锋利的匕首便已经出现在他的脖子上 赵姓顿时知晓了他们的身份 然而冰冷的刀风却不给他说出的机会 一道黑影跪倒在萧的面前 将刚刚缴获的圣旨拿了出来 女人摘下了斗帽 果然 那个昏君下旨让屠苏太子自我 男人听后显得有些迟疑 既然是陛下的圣旨 我们今晚的行动是不是有些愉悦 突然 一颗石子划过了他的侧里 你难道忘记我们昆卫的出心吗 有光便有影 为钱能升昆 我们昆卫行于黑暗之中 便是为守护先皇 前元帝 我们可以行尸阴狠 手断血腥 但不要忘了 我们效忠的对象 是先皇 先皇生前立屠苏为太子 如今先皇已逝 我们理应遵循医院辅佐屠苏 如今屠叶不但篡夺皇位 还要暗害太子 可还没等男人从萧首领 撕碎圣旨的举动中回过神来 就又听到他说 当朝天子才是我们要铲除的对象 说完 萧又交代男人将这里处理干净 太子屠苏远在北京 往返帝京哪怕马不停蹄 必须要四天 四天之内 屠叶暂时发现不了圣旨一场 在此之前 我要亲手将其斩杀 与此同时 我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又是那个美女在想我了吗 五天之后 赵卓却迟迟收不到赵姓的回音 突然一道人影走了进来 赵大人 你在等什么 赵卓心虚地表示没有 接着又反问他来做什么 李天元笑着告诉他 自己此行事来报信的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赵卓不由地感到疑惑 能有什么坏消息 李天元露出一个得逞的笑容 当然是你伪造圣旨杀屠苏的计划失败 赵卓瞬间瞪大了双眼 恼羞成怒地抓起了李天元的衣领 李天元打开了他的手臂 咱们立场一致 你没必要骗我 赵姓早在五天前就在成交被截杀 下手的正是昆卫首领萧 赵卓心里一阵抽搐 他怎么还 李天元将他打断 还是先听听好消息吧 萧虽然杀了赵姓 却误以为那道圣旨是涂液所下 而他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涂液 明明是一手遮天的干潮宰相 却被一道消息吓得惊慌失措 只因这道消息很可能要了他的小命 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质问李天元为什么会知道这等绝密消息 李天元十分不屑 赵大人无需知道具体原因 不过你的运气不错 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我们可以借助此事 打破陛下加持在屠苏与你我之间的制衡 今天陛下在前缘殿大岛后宫一宴 人多眼杂 如果萧要对陛下动手 今夜会是最好的机会 所以我稍微运作了一下 让今夜的进军守卫格外松懈 现在以萧为首的前卫代表了屠苏 所以刺杀无论成功与否 屠苏都会背上是军的恶名 失去了大义名分的他 哪怕手握军队也不再可怕 听完他的计谋 赵卓眼神一亮 这招一时二年 不仅除掉了屠苏 也让屠苏背上了骂笔 可李天元却让他不要得意 最后的结果还不得而知 赵卓一脸错误 这么十拿九稳的计谋又怎么会失败 然而李天元却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是自顾自的朝门外走去 走出门外 李天元却是一脸忧愁 这个计划 我唯一算不准的 就是陛下呀 按理说 阿珠与阿沙对徒是恨之辱 今夜在前缘殿上 他们自会刺激而动 趁乱对陛下下手 可是他们虽然聪慧机母 但论心机 真的会是陛下的对手 与此同时 我心心念念的cosplay 也终于成功举办 只见一个个清博清成的小姐姐 穿戴起了各种奇装衣服 而他们的目标都只有一个 今晚得到我的宠爱 与此同时 一道悦耳的铃声响起 一个身穿紫色西域服装的小姐姐 踏入了这场派对之中 而她正是昆卫的首领肖 但很快 她就感受到无数道杀意凌冽的目光 明明只是一群普通人 为何他们的眼神会如此恐怖 而在他们的口中 肖也成为了那个 为了尚未不择手段的小浪人 很快就有人上来提醒到她 虽然你的装扮很有想法 但想要和我们抢陛下 你还嫩了点 就在肖受不了屈辱就要动手的时候 大殿外突然响起一道声音 陛下驾到 只见我在阿珠和阿莎的拥护下走不出来 刚一出场 我就对在场的爱妃们 发射了一道充满爱意的飞温 与此同时 系统的提示响了起来 直接扣除了200国力积分 而我的那些妃子 却是疯了式地朝我过来 可我脸上表情却没有半点电话 而是对突然扣去的积分感到意外 突然 我看到人群中有一个特殊的小姐姐 没想到是专门赶来刺杀我的刺客 注意到我的目光 萧也感觉不可思议 随后他从腰间摸出了一柄短刃 不顾面前的女人就朝我杀来 是大前王朝最强的昆卫首领萧 如今打扮成了花枝招展的小姐姐 来到我的舞会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我刺杀 我有些错愕地看着突然抱起的女人 此时萧已经手持匕首冲到了我的面前 可身后的阿莎却还以为 这是我提前排练的节目 齐声大喊到大半 竟然在敢陛下面前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原来就在五天前 我告诉他们自己要举办Costplay舞会 台下的女孩不解的问我 为什么是考试普雷 我直接掏出了一件学生装 所谓的考试普雷就是角色扮演 爱妃们穿上喜欢的衣服来 和郑开开心心的做游戏 虽然当时的他们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但现在 他们瞬间领悟了这场舞会的意义 就是通过角色扮演的趣味性 让人感到刺激的感觉 在他们的眼中 肖所谓的刺杀是对我狂热的爱意 其他妃子也瞬间醒悟过来 这家伙竟然想通过这种手段独醒陛下 不过 既然已被我识破 我不会让你得逞 接着就看到那个先一步醒悟过来 小姐姐踪了上去 肖瞬间收起短刃 双手抓住她的胳膊 一套流利的过肩摔将女人制服 这也让肖感到十分疑惑 思索这女人是不是疯了 明明没有半点修为 却敢对她出手 但很快 她突然感觉到背后一阵凉义 只见一个个小姐姐宛如丧失一般 前扑后继地朝她扑来 原来她们都以为肖是为了和她们争夺我的宠爱 看着被人群越推越远的肖 我也不禁感到无语 此时肖的心中也翻起了滔天巨浪 为什么这昏君会被这些妃子如此爱戴 难道她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不过她也不再仁慈手轮 伸手抓起了那柄短刃 这是你们自找的 看到这一幕我瞬间慌了神 那可恶是保证我扮演昏君 完成败国任务的重要人力资源 于是我赶忙出手阻拦道 放过那些女孩 肖有些疑惑地看向了我 他不明白我不趁乱逃跑 还反过来阻止自己 殊不知我这一举动 更是让后宫的妃子 更加对我死心塌地 虽然就下了那些妃子 但我现在不能被那个家伙杀死 不然灭国任务就无法完成了 于是我开口朝他道 正现在还不是死的时候 他冷声让我闭嘴 只会说嘴的家伙 但我又继续道 我可以尚未给屠苏作为交换 毕竟 以刺杀朕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让屠苏登基吗 肖 闻言消得心中大惊 他居然知道我的身份和目的 难道这是一个圈套 毕竟千难万贤 好不容易当上了皇帝 现在我却主动将王位拱手相让 这离谱的操作 直接把钱来刺杀我的刺客 打了个措手路紧 冷声质问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听到他的话我突然笑了起来 做出一副洒脱的样子 朕摊牌了 不装了 朕的目的 其实是当一个混吃等死的婚居 王位哪有后宫美人香 我既没治国才能 也没当皇帝的欲望 还不如让给有能力的人 伴随着我的发言结束 系统居然触发了隐藏任务 陈桥再临 独叶原本世界的历史 中太祖赵匡应原本是后 周朝手握重兵的大将 后在陈桥一发动兵变 逼迫周公帝柴宗训善伟 史称 陈桥兵变 守房话外应 陈桥再临触发条件 岂有手握重兵的 将领率军在外二宿主 受到威胁逼迫向将领善伟 如尚未成功视为事件完成 将扣除宿主一千国力积分 听到这里 我也愣了一下 没想到我的遭操作 直接触发了灭国世界 当真是天助我也 笑一脸警惕地看向了我 难道这世上 真有不迷恋权威的人 这一定是他的滚迹 忽然他冷声道 我不管你是真的这么想 还是想拖延世界 只要我杀了你 结果都是一样的 他的话让我头皮发麻 这小妞怎么满脑子 想着干掉我 于是我再次开口 现在杀掉我 只会让屠苏 背上是军的骂名 哪怕上当皇帝 也名不正言不顺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他着想 听完我的答案 萧也陷入了沉默 他忽然想起 先皇曾交代他的话 朕建立前朝 平息了北方战乱 你说朕算得上好皇帝吗 陛下文韬武略 杀法果断 算得上千古明君 可惜朕那套手段 只适合乱世打天下 接下来的前朝 也许不需要 朕这样的皇帝了 萧大声否认 前朝永远需要 像陛下这样的帝王 先皇突然笑了起来 朕自知时日己无多 不过这对前朝来说 未尝不是一件姓事 朕只希望继任者 哪怕资质并不如朕 甚至怠惰荒唐 但只要能宽容无争 不急功近利 回想起先帝临终之言 萧曾以为先帝所说的 继任者乃是屠苏陛下 可现在 怠惰荒唐 宽容无争 这个屠叶身上的特质 倒很符合先帝那时的形容 但很快 他又否定了这个答案 屠苏太子是先帝 嫡长子大前法定继承人 我怎可被屠叶几句话 动摇心神 于是他再次爆发出 可怕的杀意 一步步朝我走来 既然你不想要这皇位 那便麻烦你去北郡 临统城一趟 与屠苏殿下当面 完成尚未交接仪式 文言我终于露出了笑容 只要完成了尚未仪式 这个国毙灭 突然一道声音 打断了我的思绪 只见阿沙兰在我的面前 想要挟持殿下 你问过我手中的福禄没有 明明贵为一国之君 却整日不理调整 到处寻欢作乐 可尽管这样 还有漂亮的小姐姐 愿意在我遇刺的时候 站出来保护我 这也让肖感到无比棘手 她能感觉到 面前的女人同样是个强者 果然她刚才那番尚未的说辞 是为了拖延我的谎言吗 这昏君果然擅长玩弄人心 可实际上 我对现在的情况 同样感到一脸猛逆 突然 阿朱搭上了我的肩膀 陛下放心 阿沙方术实力强大 战力估计于那名刺客五五牌 有他保护陛下 刺客没有任何机会 说完这些 阿朱顿感自己 刚刚的决定是正确的 因为他从我的脸上 看到了一副 实在必得的补给 原来就在他们被送来的前面 李天元曾问他们 知不知道接近 涂业后的任务是什么 阿沙当即道 肯定是找机会干掉涂业 为我们的家族复仇 李天元有些失望的摇了摇头 你们的血仇 哪是杀掉一个涂业可以解决 你们的最终任务 是让大前亡鬼 所以你们目前反而 要保证涂业好好活 听到这个回答 两人都是一脸错误 李天元继续解释道 原本在中皇子中 涂业表现得最无能 我之前趁着屠苏领兵 在外拥立他登机 就是要让大前 在他手中赶巢换代 阿朱瞬间鸣误过来 明示让我们在他身边 当乱世妖妃 诱惑他当王国之君 李天元满意地点了点头 阿朱你果然心思机敏 一点就透 只是你猜到的 只是我最开始的打算 可在涂业登机后 他的举动却像变了个人事 之前的昏庸无能像是伪装 让我越发看不透 所以你们要代替我 近距离观察 找到他的破绽 看到李天元那如临大敌的表情 阿朱一脸惊恶 这还是李大人 第一次露出这样的表情 难道他是在害怕吗 亦或者是 极度的兴奋 李天元突然喊到阿朱的名字 你一向聪明 在他身边自可随机应典 而阿沙精通方数 执行力强 但心思单纯 只是有一点你要切记 绝不能让他与图苏 无业的婚拥 无能肯定是他的我 这次他要后宫 搞这个古怪的幻装宴会 目的正是以此与昏卫接触 然后联合图苏对付李大人 可惜你的计谋 早就被李大人预判了 而我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般从容 而是着急的上前拉架 发觉没用的 我突然大笑了起来 甚至到最后 我也停止了继续阻碍 我猛的朝后看去 死死的盯着身后的阿朱 果然看到他 无比心虚的看向了一旁 差点就忘记 这家伙也是李天元的人 李天元想要拿我当傀儡 所以他们肯定会阻止我 善未给托损 必须控制住阿沙的行动 才能完成陈桥在零突发事件 这时系统又再次响起 有手握重兵的将领率军在外 宿主受到威胁逼迫 向将领上位 如善未成功视为事件完成 将扣除宿主一千国力机能 听到这 我露出了圣人的笑容 怎么差点忘记阿沙的弱点了 于是我不动声色的 来到阿沙的身后 一手将他揽入怀中 另一只手则挑起他的下额 正身为九五至尊 怎么能让自己心爱的妃子保护自己 果不其然 我超高的手法直接让他脚写 阿沙身体一软 整个人瘫软了下去 旋即我立马看向了笑 快点 趁这个机会 挟持我 我莫名其妙的话 让肖感到十分疑惑 这家伙难道是脑子坏掉了 可我还在着急的朝他大喊 你TMB到底还在犹豫什么 等侍卫赶到就来不及了 这也让肖感到一丝紧迫感 就在他即将摔下去的时候 他居然就这么停在了办公 而他的病胶属性也彻底觉醒 绝不让除了他和阿珠以外的女人碰到 因为一旦有其他女人碰到 他就会陷入暴走的状态 那极致的威胁也让肖感到背后一里 只见阿沙一脸杀意地看向了自己 敢和我抢男人 是擅长防中术的绝活小姐姐 也是绝对病胶的冰山美人 因为一旦有人触碰了他的男人 他就会对那人发起不计后果的悲杀 直至将那个目标杀死为止 那可怕的气势就连武力直拉满的肖 都感到一丝恐惧 肖用力握紧了手中的短刃 似乎也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到一丝安全感 只见阿沙双手快速做出几个复杂的手势 接着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一顿三昧真火 下一刻 一道炙热的火焰出现在他的手 此时的他宛如火神降噬 似乎只要一击 就能铲除这个勾引他男人的家伙 肖心中紧钟作响 我更是被吓得差点闹了哭 要是肖被干掉 陈桥在灵事件会妥妥地失本 于是我朝他大喊 快点躲开地 甚至身子也跟着扑了上去 你压得是不是傻 此时 阿沙的攻击也落了下来 一道炙热的火光在刚刚的位置炸开 那火光瞬间照亮了整个皇城 可令人感到戏剧的事 我居然不小心亲上了刺客的毒了 反应过来的肖面色大变 可还不等他动手 后脑就重重地撞在了地面 他的意识瞬间消失 阿珠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了我们方形 待到烟尘消散后 如今刺客已经被宿主制服 火力计分增加一百 我不甘心地朝天怒吼 这是什么狗屁规则 哪有任务失败还要加分的 这一幕也将身后的阿珠吓了一条 好可怕的气场 明明两大高手都已经倒下了 可他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李大人 我慢慢能理解你说起 涂叶时流露出的那种情形 在不知过了多久后 刺客肖终于醒了过来 在他睁眼的瞬间 我就笑呵呵地朝他道你没事吧 看着他疑惑的眼神 我大笑着朝他介绍道 这里是朕的寝宫 削低头看了一眼手上的撂牢 怒骂我真是个卑鄙小人 被他这么毫无理由地辱骂 我也有些疑惑 接着就看到他十分委屈地朝我 就算你得到了我的 我赶紧将他打断 你在想什么好事 要是没有朕 你已经死在了李天元的手上 原来在削晕倒之后 李天元已经带上了所有的部位 冲进了我的寝宫 在见到我安然无恙后 他立马下跪朝我表示签 我大度地告诉他没事 可他却突然倒要将刺客 带走去调查一本 我立马抬手阻止他 接着又说出一个憋足的脸 朕看他长得不错 我要把他留下来试起 李天元有些无语地看向我 陛下 这个刺客很危险 陈担心 可我却理所当然道 朕就喜欢刺激的游戏 亦或者说 你认为朕对付不了一个 失去武器和行动自由的女人 李天元赶紧回答不了 于是我朝着阿珠道 你好好照顾阿莎 接着我又喊来了赵叔和我一起 同时遣散了其他人 虽然陈桥再临的事件失败 但刺客小姐姐还有价值 只要把他送回屠苏那里 灭国计划就还能继续 看着我那不怀好意的眼神 肖背吓得失声大叫 要杀药捕随你 但别贴过来 明明是个手无腹机之力的皇帝 却将直接顶级杀手制服扔到了床上 可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杀手 却哭着向我求饶 只因为他将我误会 成连杀手真结都不放过的阴谋 此时他正奋力将我推到一边 还说让我快点杀掉他 以下圣旨赐死屠苏殿下的信使 已经被我干掉了 你早晚也会被屠苏殿下干掉 他的话让我感到十分疑惑 我什么时候说要赐死屠苏了 可他却让我不要狡辩 屠苏殿下才是先帝清点的态度 你不杀他怎么能在龙椅上高者无忧 地旁的赵叔听后了然了一切 因为这正是他义父悄悄干的好事 看到赵叔微妙的表情 我瞬间明白了前因后果 一定是赵卓那个傻播易伪造圣旨 不过倒是可以将错就错 把这事揽在自己身上 再拉屠苏一波仇恨之 于是我正脱了萧的双手 单手捂着脑袋大笑起来 我记起来了 这确实是我下的圣旨 身后的赵叔一脸意外地看向我背 接着就看到我回身 抓向了一旁锋利的场景 他手握那些重兵 应该是父王留给我的 就在赵叔思索我 为什么要将这口黑锅背上的时候 却见我一脸冰冷地 看向了一旁的笑 现在想想 用一道圣旨杀他太无聊了 我决定换一种更有趣的方式 陪他慢慢玩 在萧惊恐的神情中 我直接一刀朝他劈了下去 随着哐当一声响起 想象中的冰冷并没有出现在身上 接着他就发现 我居然斩断了他的锁链 你是不是疑惑我为什么不杀你 那我告诉你 你杀了我的信使 那就由你去给屠苏重新赚一道圣旨 父皇说屠苏是天生的战神 官为历练他登基为帝 封他为北郡王兼郑北军统领 郑看他却只是空一身蛮力 根本不足为惧 今天不仅要除去他北郡王与郑北军统领之职 还要包去他的图形 废他为数人 你告诉他 要是不服气郑的决定的话 不妨试试起兵造反 夺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 郑就在前进等着他 而我的心底更是暗自得意 TMD我这演技妥妥的隐蔽级别 但很开系统的提示再次响起 居然触发了二间灭国事件 禁难兵货 我疑惑的在心中访问系统 这跟之前普通的灭国事件有什么区别 系统告诉我 明建文帝朱允文曾下令薛藩朱棣 引发朱棣起兵造反 最终燕王入京造反成功 史称靖南之役 触发靖南之役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帝都北方有手握重兵的皇族藩王存在 宿主身为帝王 下旨削除皇族藩王权力 如皇族藩王由此起兵造反 视为事件第一阶段完成 扣除宿主2000国力积分 如皇族藩王率兵攻入帝都 视为事件第二阶段完成 扣除宿主5000国力积分 听到这里 我却突然大笑起来 不愧是二间灭国事件 只要这个任务完成 我的国力积分绝对会瞬间变成附属 看着我忍不住狂笑的样子 萧更加确定我肯定有什么大名 但很快他又重新变了监力 这样也好 图苏殿下至少还有夺回江山的机会 明明是想要置我于死地的刺客 所以我却毫发无伤地将他放走 甚至大方地表示 可以随时过来拿走我的脑袋 只因我觉醒了王国系统 只要被杀就能触发王国条件 看着我那无比狂妄的样子 笑在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砍下我的脑袋 一旁的赵叔却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我居然放走了行刺自己的刺客 甚至还故意激怒图苏 就在我将刺客销送走后 我又开始快速思考起来 虽说这个计划大概率会成功 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我还需要依靠奸臣的帮助 于是我将目光锁定在赵叔的身上 差点就忘记赵卓那个家伙 赵卓之前不是一直催我上朝 这个点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于是我开口喊到赵叔的名字 朕最近对阿珠和阿沙关注比较多 冷落了你对不住了 赵叔害怕的跪倒在我的面前 赶紧回答不敢 我安抚让他不要紧张 朕之前不是说过 你可以把朕的所有情况告诉赵卓吗 这次也麻烦你给他传一个消息 告诉他我最近要上朝听证 让他做好准备 赵叔听后连夜将这个消息告知给赵卓 第二天日上八竿 所有的臣子均已到齐 随着一道脚步声在殿内响起 臣子纷纷朝那人恭敬的行礼道 赵大人好 赵卓宛如皇帝一般 享受着他们的示好 但很快 他就注意到了异常 只因李天元的那个位置居然是空的 另一位臣子来到他的身后提醒他 李大人身体不适 所以没来 赵卓知道他就是不想来而已 虽然感到气愤 但终究还是不在意的白手道 既然李大人身体不舒服 少了他也无所谓 说着他的眼神变得凶狠起来 等我收拾完屠叶那小 回头再找他算账 这时太监的声音响起 陛下驾到 赵卓有些不悦的朝殿外看去 很快一道身影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之中 然而来的人根本不止我一人 只见赵书紧跟着我的步伐一起走过来 这也让朝内群臣议论纷纷 哪有皇帝上朝还带着嫔妃的 可我却笑着扫过了众人 才一个拧了就受不了了 众臣有些疑惑的抬头朝我爬来 接着就看到让他们此生难忘的场景 我居然将365个后宫全部带了过来 当上皇帝后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我356个后宫全部带上朝堂 殿内群臣也因为受不了这种打击 纷纷到位起先帝亡魂 可我的那些后宫却不管这些 好奇地在朝堂上走来走去 看到这一幕我大笑着拍手掉好 甚至无比嚣张地朝他们道 朕只是想让众爱妃体会一下上朝的感觉 众爱卿应该没意见吧 还想看我出手的赵卓也瞬间傻眼 这小子到底想到什么 忽然一位大臣的声音打断了众人 因为那发现自己不久前 送进后宫的树女也有弃度 难不成这是陛下故意带他们上殿 以此来羞辱我们 赵卓直接开喷 陛下带后宫上朝不和离谱 不知陛下这样做有何用意 可他的话却无法让我有半点修饰感 朕贵为皇帝 朕说的话就是圣旨 朕做的事就是天意 你算了什么东西又怎么敢评价这 我嚣张的话让赵卓变得哑口无言 我居高临下地看向了赵卓 只要我够无耻 够没有底线 那么就没有人可以奈何我 接着我回头看向了一旁的太监 还不快去给朕的爱妃看 很快 太监找来了一个个仆团 放在我的皇位旁边 我指挥着一众爱妃坐到了我的旁边 大家就先凑合凑合 而我的这个行为 直接触发了系统 扣除了我五百点活力积分 顿时我露出一个无比兴奋的笑容 看来只要失去帝王的威仪 就能扣分了 台下的仲臣 再看到我的表现也感到无比偷偷 这家伙就是个无能的昏君啊 赵卓面色阴沉地看着坐在龙椅上 等下就要让你好看 全部落座后 我俯视着那些对我不满的家伙 朕第一次上朝 你们有什么想要起奏的吗 听到这话 在场的众臣都变得忍惧不惊 好戏要来了 接着就看到赵卓一步迈出 臣有要事要禀报 最近有人在极东海岛上发现了祥瑞 献给了威臣 文言我也有些兴奋 问他是什么祥瑞 只见赵卓嘴角挂起一丝冷笑 用十分夸张的样子介绍道 当然是灵兽苍龙 微臣心想着象征着我大情将性 所以想趁今天把祥瑞献给陛下 可我听到后却变得无比失望 我才不想要什么狗屁大喜 赵卓同样注意到我那失望的眼睛 心中不由咯噔一声 难道他已经知道我接下来的不准 最终他还是决定继续刚刚的进入 高兴道 陛下先看看这祥瑞灵兽如何 接着他朝身后拍了拍水 明明一心只想当个昏君 可我的臣子却觉得我有一统天下的野心 为了打压我在群臣心中的形象 赵卓说要送给我一个礼物 乃是代表着豪草鱼长龙的祥瑞灵兽 就在我好奇他会带来什么的时候 却看到两个侍卫带着一只巨大的蜥蜴来到了大殿 看到那所谓灵兽的真正样貌后 大殿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我更是直接一口口水喷了出来 神特么的灵兽苍龙 这玩意就是一个普通的巨大蜥蜴吗 可赵卓却以为我是震惊地说不出话 于是无比自豪地指向了巨蜥 陛下请看 这灵兽苍龙是多么霸气 而他的心中更是冷笑不止 小子 我倒要看看你该如何应对 此时系统再次响起 提醒我发现了新的灭国事件 指鹿为马 在原本的故事中 赵高用这招将黄拳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现如今我又碰上了类似的家伙 赵卓呀赵卓 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终于又到了我的表演时间了吗 突然巨蜥嘶吼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考 还对着我疯狂呲哑 侍卫连忙加大了手中的力气 众臣也在这时议论起来 等着看我的好戏 可我却摸着脑袋朝赵卓笑道 我看着这玩意根本不是什么祥瑞苍龙 听到我的话 赵卓更是冷笑不止 于是做出一副十分苦恼的样子 看来陛下不认可我带来的苍龙 那一众位大臣 你们说说 他到底是不是苍龙 文言立马有大臣站了出来 无比肯定地表示这就是苍龙 更有甚者直接拿出了古迹 表明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随后众臣朝我恭喜道 陛下有福 真的是祥瑞苍龙 听到他们的声音 赵卓无比得意地看向了我 我倒要看看你小子会怎么说 殊不知此时的我比他们还要高兴 照这样下去 我就能完成亡国任务 可就在这时 却突然有人站出来提出了质疑 这玩意长得那么重 怎么可能是祥瑞 我一脸愤怒地看向了声音的来源 谁这么敢帮我说话 结果发现那个被刺我的家伙 居然是我带过来的后宫 失算失算 没想到这些家伙 居然这么力挺我 但很快我就想到一个不救的办法 于是我将希望寄托在赵叔身上 爱妃 你难道不想说点什么吗 赵叔一脸错愕地指了指自己 我无比认真地看着他点头了 我想听你说 这下面的东西 到底是不是祥瑞苍龙 当你原本是赵卓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 我身为皇帝的 我却没有选择接法 反而将我的第一首情报 全部告知给他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我的灭国计划完美实行 我冷笑一声看向了赵叔 难道 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可赵叔却是一脸猛逼地僵在原地 陛下明知我是义父的内依 却一直将我放在身边 现在还要我在这里表态 难道他是想让我在他和义父之间做出选择 甜蜜的回忆出现在他的脑海 赵叔突然明白了自己的选择 随后他突然站起 冰冷地看向了台下的赵子 可赵卓却只是自信一笑 聆听着赵叔接下来的话语 然而赵叔却是十分肯定的老师 这么丑的东西 怎么可能是灵兽苍龙 在赵卓还在猛逼的时候 赵叔突然怒斥道 赵大人 你这怕不是在护门皇上 这可是欺君之罪 赵卓瞬间变得无比猙獰 那句你居然敢背叛我的话 却死活说不出口 而我此时也感到无比痛心 你居然没背叛我 可我这副吃了屎的样子 却让赵叔以为是我不够满意 于是他索性大逼一回 朝我的妃子们高声道 姐妹们 我说的对不对 结果就看到我的妃子们 个个都是一副义愤填膺的命 指责其赵卓的罪行 听到那一句剧诸九族的话 赵卓的心瞬间凉了大半 求助似的看向了身后的夏大人 希望他可以帮帮自己 夏大人顿觉这是一个表现的机会 如起袖子就走了上去 放肆 我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 敢对赵大人无礼 可台上的女人却比他的嗓门更大 你才放肆 这天下是陛下的还是赵卓的 当初你不看好刚登基的陛下 还把我当作炮灰送进宫中 在那一刻我和你早就恩断一举 夏大人被他的话气得怒激公心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一旁的大臣赶紧呼喊起太医 夏大人快归系了 可台上的妃子却是相视一笑 纷纷将自己父亲和家主干的破事 全部说了出来 随着他们将所有罪证列举出来 那些还等着看我好戏的大臣 瞬间变得压去无声 赵卓此时也意识到了一件事 李天元说的没错 这小子果然不是好惹 忽然他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因为他从我的身上感受到 一股无比可怕的压力 而我拔刀的动物 更是吓得他后背发凉 突然我一步走到他的身前 那一刻 赵卓似乎看到了一条真正的神龙 对着他拔出了梦境 可在长剑落下的那一刻 被斩掉的却不是他的脑袋 而是他那所谓的祥瑞苍蝗 我走过他的身边提醒到他 为了这么一个怪物上我君臣何起 实在是不知道 管他是不是祥瑞 朕都一见斩君 今天朝会上的事 朕就当完全没发生过 不知赵大人 腋下如何 赵卓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声音颤抖地说道 陛下 说得对 回到御书房后 我收到了成功破坏赵卓计谋的提示 不仅我皇权得到了补补 就连国力积分又再次增加了两千 赵叔看到我那副样子 也不由得赶到后背发扬 明明已经震慑了群臣 为什么还是那副不高兴的样子 于是他小心地朝我道 姝儿在朝会上的表现您还满意 我听到他的声音的愣了一下 随后强行挤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还行吧 要是更准确领悟我的意思就更好了 赵叔心中咯噔一下 果然我之前没主动领会陛下的精神 还需要靠着陛下开口提醒才站出来 让陛下对我失望了 于是他心中暗自发誓 下次一定会积极跟上我的节奏 而我并不知他脑子想的东西 而是思考起新的灭国点 希望李天元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于是我再次喊到赵叔 再替朕你一道圣旨 朕要升李天元为太宰之职 当上皇帝后的第一件事 就把我最讨厌的奸臣封为太宰 此举也让赵叔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在他看来 这不就是将自己帝皇的权力 全部交出去的作死之举吗 而且还是在赵卓刚刚失利的时候 难不成 陛下是想对赵卓和李天元动手 所以才用这道旨意分化他们吗 不等他想明白我这么做的含义 我已经将玉玺盖了上去 也就是这时 系统再次响起 原来是因为我之前的操作 太子图苏已经决定起丁造反 而我的国力积分也因此减少了两千 我顿时露出了无比疯狂的笑容 这下朝堂上加的愤痣就被扣没了 真不愧是我 缴获资重无数 在缴获大量军粮后 王将军无比兴奋地朝身后的军队大喊 不用担心军粮的问题了 随后他乘起骏马来到了图苏的面前 陛下 我军南下十余天 之前一路未遭遇任何秦王军队 进军颇为顺利 但当才与龙香卫内一战 我军胜得过于蹊跷 未将怀疑其中有诈 图苏反问他怎么蹊跷 龙香卫职则是守卫前经 日常指挥权在李天元手中 其战力虽比不上镇北军 但也堪称精锐 可是刚当他们尚未与我军交战 就丢下两讨资重逃走 明显就是故意败给我们 图苏称赞到他分析得不错 肖镇时也站出表示 那个徒爷阴险卑鄙 这一定是他的阴谋 图苏听后却笑了起来 我当然知道他是故意的 我那个弟弟的心思 我还不了解吗 原来在十年前的某天 先皇提问图苏 有鹏自远往来的下一句是什么 可图苏左思右想 十分自信地回答道 有鹏自远方来 虽远必诛 图千军一拳砸在了他的脑子上 身为太子 脑子却一点用都没有 你让我怎么放心把大钱交给你 可图苏却变得更加自信 而臣的脑袋可好使了 昨天刚用头锤击败了好几个龙香军呢 生气的图千军直接惩罚他不准吃饭 还让他把今天复习的功课抄写一百年 就这样一直从清晨到傍晚 图苏都没有完成今天的任务 突然一块石头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他回头看向了窗口处的少年 真搞不懂 你明明是太子 怎么活得比我这个窝囊废王子还累 所以我很羡慕你啊 父王对我期待很高 他要我当一个流芳千古的名剧 所以才 图叶将他打断 不能花天酒地享受人生 这皇帝不当野霸 图苏却摇头表示不行 因为自己姓图 身为图是敌长子 身为前国太子 我根本就没得选 图叶有些无语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哥哥 当即做出了一个无比大胆的决定 我以后会抢走你的皇位 还要废去你的图形 让你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刚刚登上皇位三分半钟 远在边疆的皇太子便起兵造反 可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却无动于衷 甚至为我那个傻哥哥感到无比自豪 原来图苏在接到我将他图姓废除的圣旨 他便立马下令举兵杀进前进 而他身后的士兵更是发出了响彻天地的吼声 与此同时 在我的寝宫外 赵叔面无表情地拒绝了李天元想要面见我的请求 可李天元却并不打算放弃 而是无比严肃地朝赵叔道 如今郑北军距离前进只有八百里 我必须告知陛下 赵叔微微一笑 此事陛下已经知晓 不过他相信李大人一定可以处理好此事 毕竟军权在您的手中 而且您还是太在 应当为陛下分忧 听完这话 李天元陷入了沉默 陛下这是要我背锅呀 于是他立马换上一副甘忧的样子 图苏号称战神 郑北军又是大田第一精锐 赵叔直接将他打断 难道陛下不知道郑北军的强悍吗 所以陛下说了 你无需上阵 只需在后方运筹为吾 只需展现我龙香军的英姿 哪怕不敌 也是虽败犹容 这话也让李天元感到无比震惊 只需出战 无论输赢都可以 陛下的这个操作 到底是什么目的 交代完毕后 赵叔淡定地闭上了房门 而他也不留松了口气 在那个老家伙面前演戏可真累 我期待地看着赵叔 搞定那个老银币了吗 赵叔十分开心地告诉我 已经圆满完成任务 不过奴婢不太明白 一旦郑北军兵临前进之下 后果必定不堪设想 这种危机关头 陛下怎么放心让李大人带兵出城 还说无所谓输赢呢 我眼睛一眯笑呵呵地告诉他当然在我 不过我要的可不是赢 如果真让他们留在前进 郑北军能不能攻破前进还真不好说 虽然李天元那个老银币很阴险 但指挥作战可不是他的强项 让他带领龙香军 到时候肯定丢盔器甲站立大体 还会因为主动出击激怒图苏 如此一来 靖南兵或事件就能轻松打场 看到我那阴险的笑容 赵叔更加确定 这都是我给李天元设下的计谋 看来李大人这次要倒霉了 离开我寝宫后 李天元不断回想着我话中的声音 陛下倒想干什么呢 突然 身后传来一道无比愤怒的喊声 只见赵卓一脸凶恶地跑到他的面前 怪不得那天要装病不上朝 原来早就和屠叶商量好了要对付我 李天元一把将他的手打开 你发什么疯 我什么时候和他商量对付你 那你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那天刚在朝堂上丢了脸 转头他就封你为太太 李天元听后只感觉赵卓就是个傻傻 这么明显的离间计 你是真的看不懂吗 可赵卓却变得更加愤怒 将李天元安插卧底的事情说了出来 一个被封为博师 一个更是执掌博库 你真当我是傻子吗 而且 我还知道 那两个女人都是你当年收养的最陈后人 你也不想涂液知道他们的身份吗 刚想发怒的李天元又平静下来 看来是我之前的一些行为让你产生了雾门 我觉得我有必要化解一下雾门 这也让赵卓意识到不妙 警惕地反问李天元想干什么 于是就在赵卓震惊的眼神中 看到李天元从袖口中拿出了一块金色虎符 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金块 却能号令百万雄狮虎符 可就是如此珍贵的东西 却被李天元轻易地交到了赵卓的手中 为了防止赵卓猜疑 李天元又再次强调了一遍 这就是可以调遣龙襄军虎符 我现将此物拜托赵大人保管 请不要推辞 原来在先帝还在世之时 出于制衡相权的考虑 他把两件国之重器 分别交由二人掌管 赵卓身为左丞相执掌玉袭 负责传达圣命 统筹百官 李天元掌管虎符统于龙襄精锐 负责拱卫钱金 正因如此 所以才能在先帝驾崩后 大前仍能保持现在的平静 可现在因为我的失误操作 赵卓的地位一落千丈 这也让掌握军权的李天元感到十分害怕 甚至以为我对他的这次嘉奖 和让他出兵迎战屠苏的命令 是给他找一个送死的礼 这也让他感到十分不安 迫切地想将这烫手的山芋给送出去 可面对虎符的诱惡 赵卓却待在原地无动于衷 玄机他目光凶狠地看向了李天元 连你也跟我玩音的事吗 我收到了消息 接了这块虎符 就得带龙襄卫去硬抗屠苏的郑北军吧 屠苏那疯子打起仗来不要命 我可打不过他 要送死你自己去送死好了 说完他一把打飞了虎符 接二连三的挑衅 也让李天元的面色阴沉下 赵大人 是不是因为刚才我态度比较温和 你对自己的现状产生了一些不见 李天元可怕的样子 也把赵卓吓了一条 李天元又继续道 你掌管的玉洗碎了 在百官面前失去了威仪 连赵叔都背叛了你 你的手上已经没有底牌了 赵卓不可置信地反问到他 你是在威胁我 李天元没有回答 而是走向了被他打飞的虎符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 这虎符虽然拿着烫手 但却是赵大人 你现在唯一能拿到的底牌了 你刚才说我玩音的 其实是不对 我这是堂堂正正的杨某 你现在还是左丞相 凭借这身份加上虎符 能够调遣龙香味 所以这是我看在往日情分上 送你的最后机会 说完李天元便大步离开了这里 直到李天元抖远 赵卓才将嘴里的虎符拿出 他说的对 这已经是我最后能拿得出的底牌了 或者说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看着手中的胡 赵卓突然癫狂的大笑起来 既然你们逼我 那就不要怪我了 那之后 赵卓带领龙香味 洗涤了前经周围所有的村庄 不管百姓如何求饶 却没有一人敢站出来反对 马车内 赵卓一脸不懈的看着车外的场景 连这点小事都干不好 要不是我下令放火烧村 还不知道军梁要多久 才能征集完毕 这时 一身穿甲皱的男子 走到马车的面前 将军梁征集完毕的消息 被报给了赵卓 最终他鼓起勇气朝赵卓道 我们明明要去应计叛军 可为什么要在这里洗劫征量 说到这他沉默了一瞬 随后朝马车高声大喊 你知不知道 争的这些梁可都是我大前子民的过冬梁 这既堕了大人的名声 也不免伤了龙香味将士士气 赵卓拉开了马车 袁将军 你是在质疑本大人的决定 你刚刚说士气 可你们龙香味就算士气拉满 难道就干得过屠苏的镇北军 此话也让袁将军拜赏说不出话来 赵卓又继续开口 本大人只不过是为了你们的胜率 做的一些谋划而已 只要我们避开叛军正面攻势 再在前经周边兼臂青野 断绝粮草无几 拖也能拖死屠苏 可大人 您兼臂青野的对象 可都是我们大前子民啊 正因为身为大前子民 才要有为陛下牺牲的觉悟 这冰冷的话语 也让袁将军感到不可置信 这真的是我大前的丞相吗 这大前最忠心的将军 却在大战前派出信使 送给敌将投名状 他的如此低劣的手段 却让跟随他征战四方的军队 感到无比自豪 只因如今掌握兵权的家伙 竟是个连牲畜都不如的家伙 居然下令让他们屠害百姓 抢夺他们的东粮 在集齐军粮后 赵卓的心中更是无比得意 因为他根本不打算去和图苏对战 而是想着自立为王 听到他那近乎癫狂的笑声 手下的士兵跑到 袁将军的身后询问 接下来该怎么办 袁将军稍微沉默了一瞬 便开口道 赵大人拿着虎符 我们不得违抗他的命运 说着他小声告诉士兵他的办法 与此同时 森林的密林之内 萧正用极快的速度在林中穿梭 很快 他停在了一块树干之上 眼神凝重地看着 不远处被火光吞噬的村庄 该死的家伙 一定又是个昏君做的好事 而他旁边树皮 士兵举起双手表示自己没有论 我奉龙香卫员统领之命 刻意在此等你 听到士兵的话 萧却没有放松警惕 看向他的目光也变得更加冰冷 注意到这点后 士兵赶忙解释起来 龙香卫并不想与屠苏殿下为敌 之前留下的粮食便是我们的太子 听到这话萧才终于变得柔和不少 所以那次果然是你们故意的吗 士兵愧疚地看向了不远处的火光 只可惜那些粮食 都是从这些村庄搜刮来的 萧反问是不是屠叶那个混蛋干的 士兵连忙摆手倒不是 是赵卓 现在虎伏在他的手中 廉将军无法违抗 他搜刮前京周边 兼臂轻蔑 想通过萧及避战 耗死郑北军 所以原统领暗中做了这些布置 让我留下与郑北军接应 萧听后陷入了沉默 无比淡然地回答 我知道了 接着他朝林中吹起了口哨 只见一只猫头鹰快速飞到了他的身边 我会将消息全部告知给陛下 相信陛下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士兵十分疑惑 萧为什么不亲自回去报信 萧只是告诉他自己还有更重要的 说完萧快速消失在夜空 或许不久之后 我们还会见面 在那之后 一面面军旗出现在京城之外 而每一道旗帜 都代表着一处临时军营 看到里面巡视的士兵 我顿时感到无比兴奋 稳了稳了 这次是真的稳了 龙香味全被赵卓那老狗带走了 城里还能作战的兵力不足千人 我的好大哥这还不快来把我担包 但很快我突然愣在原地 为什么那些家伙没有选择进攻 是历史上最可怜的皇帝 刚上任还不到一天 就收到边疆郡王造反的消息 可知晓这点的我却没有任何难过 反而希望那些家伙可以造反成功 直到我看到敌军兵临城下的时候 心底才感到些许不对 不是说有十万镇北军吗 为什么来到人这么少 难道大哥干我这个废物 还需要分批次进攻 突然一到人影城坐骏马走上前来 这不正是我那个举兵造反的好大哥吗 这是我用女光看到 居然有一个傻叉拉弓准备开赶 我一个闪身来到她的身边 给阵住手 不然我把你脑子打烂 我破口大骂的样子 瞬间引起了图苏的注意 此时我正凶巴巴的拽着士兵的大脸 差点我的灭国大忌就被你给毁了 这一幕也让图苏感到十分有趣 图叶 你如今如愿成为昏君了吗 同以前一样 寻欢作乐 明完不灵 面世礼法 听到她的话我顿时有些流 都要开战了还尽夸人 我知道你将这些当作衣服 穿在自己身上去扮演昏君 都是为了遮掩你骨子里的善良 原本还在风中飘舞的战气 此时也变得平静 在足足过了一分钟后 我才终于反应了过来 你特么用这种令人作呕的词语 是在侮辱我吗 一时间 我只感觉受到了极大的讽定 但很快 我又想通了她的用力 孤身凌晨外加无耻吹口 她是在对我用嘴盾之术 她不想震北军损耗 才一个人上前放嘴炮 骗我投降 好兵不血刃的夺程 直接投降可达不成 禁难兵货的条件 今天不战个痛快是没法收场 于是我当即大喊 亏你号称战神 打个仗还腻腻歪歪的 搞什么振前喊话的仪式感 徒苏摇了摇脑袋 随后抽出腰间配件 吴皇啊吴皇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嘴见 不过你有一点算是说对了 只见她瞬间变得无比严肃 一道极具威严的声音 在我耳边炸开 力气 号令 随着她声音落下 一众战士整齐怀疑的喊道 朱赵卓 清军策 那震耳欲聋的喊声 和那无比挺拔的身姿 在夜光的照耀下 是多么的令人绝望 恭喜系统成功解决靖南兵货 并转换为城七让贤 奖励国力积分五千 刚刚当上皇帝的第一天 远在边疆的郡王太子 便举兵造反 可他要反的根本不是我 而是那个夺走兵权 意图造反的奸臣赵卓 一时间 我似乎看到了那个讨厌你们 陛下 不能帮你搞垮这个国家 我要去死一死了 灭国的重任以后就靠你自己了 随着那道身影渐行渐远 我只感觉浑身气力仿佛 被抽走了一般瘫倒在地 可我还是不死心地 朝城墙下的屠苏道 你称我为君 也就是承认我的地位 屠苏十分肯定地回答道当然 臣这次上京 就是来朝贺陛下登基新皇的 毕竟十年前 咱们就约定好了 原来在十年前 屠苏对着小屠叶诉说到自己的梦想 就是做一个征战杀场的将军 相比之下 成为帝皇对他来说 简直生不如死 王座 皇权 乃至这个姓氏都是对他的枷锁 而如今 没有束缚的他变得十分洒脱 如今你履行了当年的诺言 我也就从那枷锁中解脱了 至此 我便是你最中心的臣子 听到他的话 我半场都没说出一段完整的话 只能识口否认这都是无中生意 你不要冤枉我 发觉他没有理我后 我又猛地想起 刚刚那些士兵高喊的口号 所以 你真的要杀掉赵卓 听到我的疑惑 徒苏一时竟没能忍住 爽朗的笑声响彻了城楼 只见他眼中闪过一抹浓厚的杀意 当然 赵卓伪造圣旨意图谋害本人 又窃取龙襄兵符图谋不轨 陈以命属下王斩帅八万镇北军 奋兵前往讨伐赵卓 屑时将以赵卓人头 为陛下登基赫礼 可当他将话说完后 却发现城楼上早已没有了我的身影 随后就看到城门处多了一个人 下一步 我骑着骏马和他擦身而过 而我的目标 正是那个叛逃的赵卓 赵卓老登的命谁也不许夺走 赵卓的命 是我的 与此同时 赵卓的军营外 每个士兵的脸上都写满了愤怒 皮边抽打的声音不断从场棚内传出 赵卓无比兴奋地看着男人 被吊打半天还能一声不哼 倒是条硬寒 不过私下和图苏的人接触 该死 已被判大前 辜负陛下的信任 可是要诸九族的 接着又是一边猛地抽在男人的后面 半个时辰后 赵卓才终于停下 忽然 一士兵冲了进来 赵卓冷笑地看向了男人 这地方是你们随便进来的 随后又朝着男人说道 你的手下擅入军机要地 该不会要杀了我国营吧 男人强忍身上传来的撕裂感 随后大喊一声 这里没你的事 滚 远虎还想解释什么 男人又怒道 身为龙香郡 见虎服如见陛下 你真想造反不成 远虎浑身一震 反驳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赵卓走到远虎面前 拿出了那块金色火符 你是想抗止吗 男人的声音再次响起 赶紧给我滚出去 然而赵卓却将他打乱 这就想离开 我看起来像那么好说话的人吗 擅闯内营 冲撞掌官 图谋不轨 暗铃当死吧 说完他目光凶狠地看向远虎 口中说着一个个残忍的酷醒 突然赵卓停了下来 果然还是斩首吧 说完便举起长刀 朝圆虎斩下 突然一只大手阻止了他挥刀的动作 赵卓也被手腕上传来的距离 吓得浑身一颤 而他们的目光 嘟齐齐朝着赵卓身后看去 那厚重的喘息让赵卓如芒在北 就看到我那张熟悉又令人恐惧的面 我无比愤怒地朝他喊道 赵卓 别做死了 男人吃力地挥动手中的鞭子 每一边都让将士心中的炙热减弱一分 可他仍旧不满足于此 还要砍下战功赫赫的士兵脑袋 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眼神凶狠地盯着他看 赵卓 你不要再做死了 赵卓浑身一颤 无比惊恐地朝身后看去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刚做的到底有多么过分 突然我一把抓住他的脑袋 你知不知道从刚刚起到现在你都做了什么 接着我将他的脑袋对准了帐篷之外 赵大人 你看到什么了 赵卓刚要说什么都没看到 我一声爆喝直接将他打断 八万 整整八万的镇北军正要来干你啊 你知道他们喊着什么吗 清军策 朱赵卓呀 听完我的话 赵卓浑身颤抖不止 我 要把自己玩死了 我继续冷声朝他道 在这个关键时候 寒龙相迎将士的心 赵大人你的作死功力实在无人能及 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可就真的没救我 可他却仍旧不信 口中仍旧低声喊道 不可能 就当我将袁将军的绳子割断地杀难 赵卓突然癫狂地大笑起来 差点就被你骗了 只见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手握力 你会那么好心救我 一定是前进沦陷 你才会出现在这里 还清军策 说得跟真的一样 要诛 狐苏也是先诛你吧 他突然的袭击也让我等来不及反应 突然一道身影朝他撞去 撞飞他的人正是袁虎 赵卓无比凶狠地看向这个打断他的家伙 随即一剑朝袁虎斩去 鲜红的血液擦过了我的脸颊 而那道坚毅的身影已经倒了下去 而他的眼中竟是失望的泪水 此时长剑已经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徒叶 不想死的话就乖乖听话 等出了军营 再把你交给新皇 不但能绑下性命 还是大功一件 我冷眼扫过了这个没脑子的家伙 赵卓 你真的是该死了 可他却笑得更加得意 闭口一个震 现在还不是让我揉念 把你送给新皇之后 你的人我会一个个亲手料理 在朝堂上坏我好事的那群后宫 都得死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 那些女人原本就是我们选来接近你的工具 尤其是赵叔那二手货 早被我送过无数男人了 违背主人心意 工具就失去了价值 那下场只有一个 他的话让我打心底感到无比愤怒 我回头死死地盯着面前的这个男人 用尽全身力气砸在他的脸上 赵卓瞬间被打飞了出去 他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知道我对你抱有多大的期待吗 可我还是无法容忍你干的蠢事 在他一脸惊恐的眼神中 我单手抓起他的衣领 再次挥拳砸向了他的脑袋 接着我又是一脚朝他的胯下踢去 鸡飞蛋打的痛苦 让他忍不住哀嚎起来 看着因痛苦来回翻滚的赵卓 我只是冷冷朝他说道 你之前说什么来着 不合主人心意的工具就应该被销唬 这别人眼中的废物皇帝 可实际上我却是拥有八块腹肌的绝世猛男 只因我每日和后宫享乐 都只是靠健身来练习点到为止 甚至为了举办二次元 半眼连续三天没有合眼 同时还在认真学习这个世界的文字 这样努力的我 真的称得上是废物吗 此时赵卓已经被我彻底打倒在地 而他看向我的眼神早已变得无比崩峻 这时一旁的声音将他吸引 居然是一个个身穿假皱的士兵 赵卓无比愤怒地朝他们喊道 为什么还不来保护我 可那些士兵只是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琪琪转移了视线 这也让赵卓最后的底气荡然无存 而我此时已经从帐篷走出 一步步朝他走来 看着我那无比骇人的气势 还有那毫不掩饰带有杀意的眼神 他终于绷不住大喊 是老臣错了 接着他直接跪倒在我的面前 不断祈求着我的原谅 可我只是不喊感情地扫过了他 你真的错了吗 赵卓哭着喊道 我不该擅自领兵 我一手拍在他的脑袋上 他当即惊呼一声 我不该避而不战 还有就是 我不该密谋夺权 可这些都不是我想听到的答案 只是默然地自言自语道 财富 权力 军队一或者是王位 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我真正在乎的是 被我重用的人 居然全都辜负了我 赵卓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听到的居然会是这个答案 我又再次朝他喊道 给我大声说出来 你到底错在了那里 赵卓似是反问的自语道 我辜负了你 我当即一拳挥出 大声点 我听不到 一道泪痕顺着赵卓的眼角横下 我辜负了皇帝 我辜负了先帝 我辜负了前朝 我辜负了前朝子民 让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此话也让一众将士感到无比震惊 可他却还没有停下 无比悲凉地喊道 我是前朝的罪人 看到他那副痛定思痛的样子 就连我也不由得为之动物 若是这样洗白的话 看来以后也没有什么利用的必要 就在我放松警惕的时候 不服的赵卓突然露出无比阴紧的笑容 下一刻 就抓起手中短刃朝我刺出 一道鲜血瞬间洒向天空 可我的脸上却是一脸平静地 看向了赵卓的身后 只见赵卓的身后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道人影 我看到那人却没有一丝惊讶 只是轻声开口喊道他的名字 萧 你果然还是出手了呀 萧丁后心中大惊 他早就知道我隐藏在军中吗 此时他的心中摇摆不定 似乎这家伙并不是那般废物 接着他将赵卓扔到了一旁 这家伙还活着 只是昏死过去了 你打算怎么处理 可我并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无比冷漠地低头看去 我一直把希望寄托在这种人的身上 可现在我才发现是我错了 我怎么能将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随即我抬头看向了萧 他的命就交给你们处理吧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使用他了 系统的提示在我的耳边响起 国力积分增加五千 笑无比复杂地看着我离开的身影 仅凭一人降服了赵卓 还夺回了兵权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不久之后 一支军队出现在山峰之上 回首的将军高声喊道 前方就是赵卓的部队 准备布阵 这是一个士兵站出来看的 那是什么 王将军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只见不远处的军营之上 竟有一道他无比熟悉的人 正是他此次要击杀的目标 赵卓 明明一心只想着灭国 可我的帝国却变得愈加强盛 不管我如何作死 最后总能化险为一树立我高大的形象 这也让我感到压力山大 到底怎么样才能覆灭这个该死的国家 现在后宫对我死心塌地 屠苏也铁了心要保我皇位 就连那个计谋拉满的李天元都安分了不少 不用于我想要灭国的烦恼 李天元又开始揣测起我的心思 明明已经除去心头大坏 可为什么我感受不到他任何高兴的情绪 突然他一有所感 朝着身后看去 结果就看到屠苏正一脸完卫地看着自己 突然屠苏对他做了一个必杀的手势 李天元瞬间憨如雨下 因为我还活着 原本三方微妙制衡的关系已经缓解 现在态度对心皇摇摆不定的 我成了唯一不和谐因素 也是屠苏想要干掉的对象 他看着我心中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注意到李天元的视线我也看了过去 微臣听闻 陛下大发神威 首刃国贼赵卓 实在是大快人心 然而 赵卓正是从微臣处窃取兵符破乱百姓 臣疏于防范 也有大过 臣甘受责罚 望陛下免去臣太子之职 以做校友 我吓得直接伸手将他打断 朕现在没心情听这些 朕已经决定要微服私房 你的话 就等朕回来再说吧 李天元哑口在原地 陛下这又是想要干嘛 于是再次开口道 请陛下三思 我立声将他打断 你是在叫我做事吗 李天元心头一跳 连忙回答不敢 殊不知我此次出行的目的 是为了寻找可以绊倒我的机会 北方草原有苍狼部落屡屡进反 南方则有着堪比钱国的精力 而在大前内部 则有着号称信众百万的红袖军 这也正是让大前最头痛的心腹大欢 前两个家伙距离太远 而红袖军正好是最好的选择 借助他们的手实现我灭国的大爷 钱国皇帝给灭国反备当内部 这个剧本我喜欢 而我不经意间的笑容 更是吓得李天元魂不守舍 与此同时 在大前的某处 一群身穿奇装异服的家伙聚集在此 有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 新皇登基三个月就平息了朝堂动荡 钱国貌似气数未尽 那坏消息是什么 明明贵为一朝帝王 却天天想着怎么覆灭我的帝王 而我想到的最好办法 就是找到反贼和他们联手将我拉下皇位 那之后我来到了红袖军的大本 可我才刚刚踏入这里 就遭到了无数原住民的注视 消在我耳边提醒到我 这里临近北方草原 就连图苏殿下对这一代都很疯 我不耐其烦地朝他老是知道 你一路上已经说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可这一路上却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十分奇怪 这里明明是图氏发迹之处 可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 原来在五百年前 图氏先祖在这一代曾斩下一只巨龙头颅 从此获得了争夺天下气运的机会 而这里也被命名为龙星 可如今这里名义上属于大前 实际上早就被各方势力渗透 红袖军更是直接驻扎在此 按理说不管是我那个老爹还是我那个大哥 就连图苏也非要让肖跟着我 说不放心我的安全 图苏也就算了 为什么那两个家伙也跟了上来 李天元突然朝阿沙道 陛下似乎发现了我们 你确定我们的伪装真的有效 阿沙自信地表示没问题 又接着小声询问到他 我们为什么要偷偷跟着陛下出京 李天元顿时变得无比凝重 陛下心机深沉 他保留我太在之职 是想把我架在火上烤 更何况图苏还在刘金中就是为了给我威舍 警告我不要不赵卓的后船 所以钱金对我来说是凶险之地 最优解就是远离难 暗中跟随陛下 这里面的道理你无需置信 只要能让我们保持完美伪装就行 看着他们紧跟不设的样子 我也彻底放弃 愿意跟着就跟着吧 突然肖将我一把拦在身后 而在我们的面前 则是一群虎辈熊腰的该溜子 看着他们那副嚣张的样子 我也知晓了他们可能就是 盘踞在这里的红袖军 这是一个扛着大刀的光头走过来 你们的样子很陌生 难道是南边来的 又或者说 是朝廷派来的奸行 萧此时已经拔出了长刀 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 可我却让他把刀放下 心中更是变得无比兴奋 带我去找你们的老大 不久之后 我们跟着来到一处荒废的山洞 而在那些家伙簇拥的背后 正是此次我们寻找的对象 只见那女人抓起一只黑乎乎的蜈蚣 毫不避讳地吃进了嘴里 盗女将一只二十米长的蜈蚣吃进嘴里 吃完后还觉得意犹未尽 于是将竹翼打在我的身上 你也想被我吃掉吗 我并没有被他的话吓到 而是反问他 红袖军不是为天下流民敞开大门吗 我为什么不能来呢 可你的这副模样 恐怕不是什么流民吧 虽然穿着普通想要掩盖自己身份 但这份气度骗不了人 而你的随从 更是让我感到一股如芒在背的狠 我拍手称赞他真不愧是红袖军的无道者 没想到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实不相瞒 我是大惊历史 奉陛下之命 趁这次全国动荡 专程来找红袖军寻求合作 突然酒杯砸碎在我的面前 接着他无比愤怒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寻求合作 说得好听 都自爆家门了 还何必藏着掖着 你们也是对大前龙根有想法吗 大家心知肚明 又何必遮遮掩掩掩 你也是为大前龙根而来的吧 我无比震惊地低头看去 你怎么知道我的龙根狠 看着他那副随意的样子 难不成我的身份已经被识破 这时他又再次开口 主宰天下气韵的龙根就要现实 你们金国就是为此而来的吧 原来曾有过传说 每过五百年 这里都会有黄龙现实 只要斩下其头颅夺取龙根 就能获得主宰天下的黄龙之气 黄龙上次现实 图示先祖图天下斩龙后夺取龙根 获得了战无不胜的超凡神意 当时黄龙其实是被图天下 与结义兄弟楚人王联手斩杀 但楚人王除了换来一身伤痕 什么也没得到 这对原本可以彼此托付性命的致敬 也从此因为此事产生嫌弃 最终决裂 两人决裂之后 在南北方各自立国 参与到乱世群雄争霸之中 图天下凭借着黄龙之力的加持 让全国一统北方广袤土地 楚氏虽然也统一了慕龙江一旦 但国力完全无法与全国抗论 如今五百年实现已到 新的黄龙即将诞生 天下的格局应该变一变了 这时系统突然有了反应 居然解锁了新的灭国任务 这也让我变得无比兴奋 看来威服私访红袖军 这部棋果然没法 于是我激动地看向了吴道祖 难道你也想夺取天下吗 可他却无所谓的白手吗 我天生就是反贼的命 对那皇位没什么兴趣 倒是你们经国 五百年想得到他快想封了 明明是大前最尊贵的皇帝 却想着联合反贼 搞垮自己的帝国 这女人却误以为 我是贪图龙根的经国使者 不过她并没有因此将我拒绝 而是来到我的面前不断地诱惑我 这片土地我才是最大的主人 只要有我的帮忙 天下也将搓手可得 只不过我凭什么帮你 又或者说 你们能出得起什么样的将来 我看着他心中却没有一丝波动 因为在来之前 我早就对他了如指掌 原来吴栋玄原本是凤国人 又是村庄英卷入前缝之乱被屠灭 沦为刘明 在刘王中他其遇先人 学会了医术与方术 并用他救治和自己同样出身的人 他以此积累声望 被刘明们尊称为道祖 最终组建红袖军 以推翻大钱为目标 前世我在历史书上 见过了太多这样的起义领袖 他们大多是被战乱与压迫 逼上绝路的可怜 虽然他和他们也没什么区别 但我知道 这都是他的伪装而已 他的心中其实是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 于是我对他伸出两根手指 我这次奉国主之命和道祖谈合 自然带来了两条承诺 首先是灭掉钱国 这方面我们和道祖应该有共同立场 可他却毫不留情地将我打断 你们想一统天下 所以我们还有第二点 我们国主立志做万世明君 所以他承诺会变法改革 建立一个完美的人间天国 果不其然 在我说出这番话的同时 无道祖显然有些易懂 我轻可两声继续道 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 国主提出的治国理念 而我的心中更是冷笑不止 看我用现代人的思维 给你们这群相巴老一点小小的震撼 随着我会声晦涩的文化输出 身后偷听的李天元却无比交集 因为他居然什么也听不到 于是他转头看向阿莎 你能让我听到陛下说话的内容吗 可阿莎却有些神色担忧 对方也是方术高手 距离太近的话或许会被发现 不过我可以试着让他远映 接着阿莎将点好的千纸鹤扔了出去 很快 千纸鹤安全地飞到了我旁边的小树上 而我们的谈话 也成功传输到他们耳中 只不过因为距离太远的原因 他们听到的谈话都是断断续续的词误 尽管是这样 李天元还是从这些话中发现 这其中所展现的 根本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宏伟难度 很快 一道人人平等的话层中飘出 这次就连阿莎都不经变得憧憬 好浪漫的想法 可李天元却直接失去了表情管理 荒谬 只是对古代人提出了人人平等的想法 就让他们长久以来的世界观彻底崩溃 因为当年卫行率光是触及权贵利益 便被无码分尸 我现在提出的普天之下人人平等 就是再来一百个卫行率也不够分的 更重要的是 这居然是陛下亲自提出 一旦失败 连找替罪羊的可能都没有用 甚至会让整个大前都陷入无尽深渊 突然他将目光转向我的方向 可我那副自信的模样 却让他陷入了沉默 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从他的心底油然而生 他居然感到了羞愧的感觉 相比于自己和赵卓 还在为那点诠释 与陛下勾心斗角的那点属于寸光 陛下的眼光和境界早已胸怀天下 要创立一个大同社会了 在足足演讲了数个小时后 我才终于将所有的内容全部说完 而我也通过刚刚的讲说 收获了众人的尊敬 吴栋玄此时也换上了一副笑脸 不得不说你的描述成功打动了我 我摸着脑袋无比自信的回答当然 然而他却忽然变得无比阴沉 你真当我是白痴吗 拿这种谎话骗我 金国不可能推行这些政策 更不会做出这种承诺 说你到底是谁 见我没有回答 吴栋玄更加确定了心中所想 你不是金国人 昔日楚人王立国之时 可没有黄龙之气加持 所以他不得已只能和江南门法势力同情 承诺共治金国 可如今的局面就算是皇帝都不敢触碰门法力 金国难不成会自断双臂为我们谋斧指吗 此时我才终于意识到 自己提出的思维政策太过超前 反而起到了不好的效果 面对数不清的大汉 我一时间也有些不知所措 突然 萧兰在了我的面前 警告到那群不怀好意的家伙回原点 可面对萧的警告 吴栋玄却是选择了无事 你是不是忘记了 这里可是我红袖军的地盘 若是不交代清楚来历 你们都要死 可面对他的威胁 我却只是淡待你笑 居然被你看出来了 没错 我就是钱国人 吴栋玄听后轻笑一声 果然如此吗 随后他轻轻抱起 咧嘴大笑起来 你知道吗 我最恨的就是钱国人 我朝他大喊让他等一等 我虽然是钱国人 但我和盗祖一样 想要覆灭钱国 一旁偷听的李天元顿时瞪大了双眼 不然阿沙将他打断 陛下有危险 我们要不要出手 然而他的话却遭到了李天元的拒绝 我们要相信陛下 随后他有些期待地看向了我 想知道我面对这种堪称绝境的局面 要怎么说服吴栋玄 结果就看到我无比严肃地拍着胸脯道 我乃大前太宰 李天元 认为皇帝我居然冒用奸臣的名号 而这只是为了更好地和反贼联手 一起来将我的帝国稿迁翻地覆 可一旁的李天元 却差点直接气地抱了粗口 你是李天元那我是谁 此时吴栋玄也一脸无疑地看着我 你真的是李天元 我十分肯定地告诉他当然 我做梦都想推翻图氏统治 建立大同社会 为此我一直给图千军那老鬼当牛做马 终于给他熬死了 吴栋玄认同地点了点头 我确实听到他前不久驾崩的消息 不过我还听说 全臣李天元和赵卓联合 扶持一个叫涂业的废物登基 意图把控逃正 可惜那个涂苏居然回来力挺涂业登基 闻此我更是疯狂点头 屠苏那家伙不知道抽什么风 吴栋玄又接着说道 之后赵卓被诛 李天元虽然没被罢了 但也从此失去了消息 我还以为他已经被涂业给除掉了 我十分配合地点了点头 他确实想要干掉我 还好我在忠心死事的护卫下逃出了前进 我生情并茂的样子 也让吴栋玄放下了不少警惕 之前就听说李天元博学多彩 谋略无双 方才先生的那番演讲 确实配得上这个品牌 只是我所了解的李天元 应该是个中年人吧 此刻我也不由得冷汗直茂 只能含糊其词地表示 因为我可能保养得比较好 随后我立马岔开了话题 重点是屠叶那昏君若是不倒台 我那些治国理念也不可能实现 所以你是想模仿 卫行律吗 可在那之后 你还是想借助我的力量夺得龙根 自己当皇帝吧 面对他的试探 我却是无比真诚地表示 什么皇帝 狗都不当 我和盗祖的目标一致 只想毁掉现在的前国而已 我真诚的样子也让吴栋玄无比肯定 我刚刚说的绝对是真心话 只不过 合作的事情先等等 说完他将目光锁定在一旁偷听的二人 我需要先清理一下 躲在一边的老鼠 下一刻 阿莎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方数居然被强行解除 一道人影也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的身份 偷听得挺开心的呀 阿莎立刻抽出一张福禄 可他的攻击却被吴栋玄灵的身姿抖过去 裸闪居中 吴栋玄评价到阿莎的实力不错 只可惜遇到了我 接着一道皇帝的换线 噼里啪啦的闪电在他的指尖凝聚 轰隆一声 阿莎浑身焦黑 彻底失去了意识 下一刻 一只御手搭上了李天元的肩膀 你有个还不错的手下 有这么厉害的手下宝物 你一定也是个不得了的大人物吗 今天还真是幸运 一连碰到两个大人物 我一脸绝望地看着那个被发现的蠢猪 此时 吴栋玄已经发出了灵魂讨问 你到底是谁 我顿时汗如雨下 我刚刚才冒充完你 你该不会反过来冒充我吧 千万不要干这种蠢事 年龄根本对不上 在我祈祷的眼神中 李天元突然开口 少年从小立志 当一名为国为民的宰相 可当他长大后 却成了整个王国的独流 王权富贵也不过是他手中玩物 原来在他还小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曾问过他 到底为什么读书 那时的他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只知道自己从济世起 就天天与书为伴 随后告诉父亲 自己也不清楚原因 他的父亲笑了起来 为天地立心 为圣明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这是圣人教导我们 读书人的道之所在 不过 我没圣人那么高尚 不管立心立命 还是既绝学开太平 那都只是手段而已 你爹我想要的 是名流青史 幼时的李天元 根本无法明白 这四个字的喊 他的父亲告诉他 人的寿命何其短暂 不过百年 终将腐朽化为尘土 只有名字被记载在史书上 被人代代传送 我们读书人的生命 才能永恒 幼时的他听到这个解释 虽然本能地感到厌恶 但同时也给了他 一个读书的目的 而在那不久之后 激烈的马蹄声 在村子外响起 敌国的战士们侵占了这 大量的村民 不得已踏上背井离乡的争论 也就是从这天起 李天元才终于明白 所谓读书人的高傲 在生死面前 只不过是个笑话 而将他信念 彻底摧毁了是 一个因为饥饿 快要死掉的男人 心存善意的 他在看到男人的瞬间 还是将仅有的食物 浇了出去 男人夺过食物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他刚要安慰男人 不要着急 没人和你抢 就听到一阵喧闹的声音 只见他的身边 不知何时出现了 一大批难民 吃完食物的男人 面露贪婪地看向了少年 你还有吃的对吧 一个个难民 同样重复着这句话 宛如恶狼一般将少年包围 这一幕给少年 造成了不小的震撼 下一刻 那群难民便已经扑了上来 然而他们伸出来的手 却被一道身影挡下 少年意外地 看着面前的男人 可他的父亲 却只是洒脱一笑 接着将他推向了山下 而山上却传来了 一声声贪婪的声音 怎么没有吃的 但是 他也可以吃 一道道残忍的咀嚼声 从山上传来 这一刻 少年终于忍不住尖叫了起来 而他也终于明白了 父亲说过的话 你当时说的那些 只是手段而已 读书不畏名 也不畏苍生 只为在这世上留下一笔 不成为他者的残羹冷制 而是成为掌握万民生死的凶兽 直到先皇图千军 驾崩的那可 李天元才感到些许遗憾 因为在他的眼中 先皇也不过是棋子而已 他转头看向了身后的太医 逼不好陛下的太医 还有什么用 不过 陛下大丧之日不宜见血 就将他们同陛下一同下葬了 可他的脸上 从始至终都是一脸平静 赵卓一路小跑过来 询问他之后该怎么办 可他却直接无视了先帝一招 无比疯狂地大笑起来 如今大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此时的他 也有了掌控天下的野心 然而吴洞玄的呵斥 却将他打完 我问你话呢 你到底是谁 在我期盼的眼神中 李天元只是平静地将斗笠拿下 无比冷漠地回答道 前元帝 吴千军 一旁的我直接无语地喷了出来 结果却看他无比认真的解释道 确实我还没死 房内第一大奸臣为了配合我演戏 居然谎称是我那个已经死了的老爹 可就算是个傻子都知道 前元帝前不久在刚刚下葬 忍无可忍的吴洞玄 直接掐住他的脖子 你根本是不是觉得 我就是个傻博依 然而李天元却并没有感到一丝惊恐 世人都知道你对前国恨之入 若不是我走投无路 也不会拿自己性命来对你说这些 我恨 我恨那逆子徒业 让我沦落到如此地步 那逆子狼子野心 一直伪装窝囊好色的假象 让我以为他是诸多王子中 最不成器的一个 听到他的言辞 肖不由地倾金抱起 胆胆见月先帝名号 你才是狼子野心 可李天元并没有停下 那逆子私下勾结朝内诸臣 谋夺皇位 多年来他的势力已经渗透朝野 就连左丞相都成了他的人 不过还好有天元对我忠心耿耿 面对徒业的拉拢 他假意归顺 暗中却一直为我谋划 无奈徒业势力已成 我只好谋划假死退位 而天元则留在朝中 挑拨徒业与赵卓的君臣关系 为我复辟制造机会 可惜我们的计划只成功了一半 虽然赵卓与徒业反目决裂 但另一个逆子徒苏 竟然选择帮助徒业 干掉了赵卓 稳定了朝政 一旁的萧此时早已杀弃外露 因为李天元说的所有话 都毫无疑问地踩在了他的逆龄之上 随后他充满期待地看向了我这一点 只等我一声令下 就上去斩杀了这个僭越称帝 侮辱皇室的家伙 吴栋玄开口道 所以你就像个败家犬一样逃到了我这里 突然李天元将目光锁定在我的身上 这段时间你一直扮演奸臣 刚刚还违背本心辱骂阵 实在是委屈你了 就在萧已经做好准备等待我下令的时候 却见我双手猛地握紧 用无比认真的神情看向了他 臣不得已辱骂陛下 实在是罪该万死 原本还杀气腾腾的萧瞬间将在原地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吴栋玄听后也选择相信了李天元 只不过 我和钱国不共戴天 你该不会以为自己可以全身而退吧 可李天元却只是无比平静地回应他 我只是个失去王位的废人 可就结果来说 你杀了我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钱国还在 这样轻松杀掉一个前任前皇 你也享受不到复仇的快感吧 吴栋玄听后却只是冷哼一声 弄死你一个图千军怎么够 当然是要图是一族骨肉相残 杀得伯婆家王段子绝孙才好呢 李天元被他恐怖的样子吓了一跳 可我却直接跳了出来 大喊着没错 就是要钱国覆灭 图是一族段子绝孙才好 此时我也明白了李天元的想法 吴栋玄对钱国的恨 不会简单的除掉他 而是希望图是自相残杀 这样不但保全了性命 更可以煽动红袖君颠覆钱国 想通这点 我对他投去了赞赏的目光 真不愧是你 我的灭国小能手 吴栋玄再次开口 所以你们跑来这里 除了拿走龙脉 还想得到我红袖君的支持 李天元才刚刚点头确认 就遭到了吴栋玄的反对 别做梦了 就算我乐意看到图是一族自相残杀 但要让我拿红袖君帮助仇人 你未免太一想天开了 谁知李天元却早有预料 可若不是帮我 而是帮他们 原本还傻呵呵的我突然停了下来 你特么不会又要被刺我吧 明明是一招帝皇 却被反贼头子抓进了洞房行不轨之事 可目睹这一切的奸臣贼子 不但没有出手阻止 反而真心祝愿我一定要成功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李天元诱骗吴栋玄自己是乾皇 更是表示自己可以放弃皇位 将钱国的未来交到我的手上 可我听后却一脸猛逼 钱国不是本来就是我的吗 他无视了我的诧异继续 我早就厌倦了皇位 如今我最大的心愿 除了干掉那两个逆子外 就是把江山托付给可靠之人 就比如 李天元就很不错 吴栋玄却全然不幸 说了这么多不过是空口白话 我已经完够了 想好怎么死了吗 李天元轻声一笑 空口白话吗 倒是我想的简单了 说着他将传国玉玺拿了出来 这个足够证明我的诚意吗 此举就连一旁等着看好戏的宵也傻眼 这也让吴栋玄一阵恍惚 难道他说的是真的 接着就听到他说 这就当是我送给未来国主和国母的新婚大义 可还不等我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一只大手就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吴栋玄满意地看着李天元 你的提议很不错 我很满意你的诚意 随即又朝我道 你之前提的治国理念我很欣赏 配得上当我的男人 所以事不宜迟 我们直接洞房吧 我被他的虎狼之词吓了一跳 结果下一刻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 这个疯女人竟然敢偷袭我 不等我挣扎 他又直接将我打昏了过去 就在他扛着我准备洞房的时候 却被萧一口拦下 吴栋玄一脸笑意地看着他 你难道也想一起洞房吗 原本还想说什么的萧 瞬间满脸痛苦 未惊人似的他休脑地大喊道 下流 那之后 李天元带着阿沙离开了这里 陛下 我把一切压在你身上 成为真龙吧 一定不要让我失望 一定要 名垂青史 而在夜幕降临后 我已经被那个女流氓彻底玷污了身子 屋子里不断回荡着我那若有肆无的惨叫 寄予厚望的奸臣宰相 却幡然醒悟要将我推举为万世明君 更是将我的头号反派头子变成了我的女人 就这样再经过整整一夜的折磨 一声鸡鸣声打断了屋内的动静 几分钟后 房门突然打开 吴栋玄精神饱满地从屋内走了出来 刚刚出门 吴栋玄就注意到一旁守候一整晚的萧 注意到他的视线 萧娥狠狠地回应了对方 可接着 一只惨白的手突然抓住了门框 我那副受苦灵循的样子 更是把削下了一跳 还活着吗 然而我却没有任何气力做出回应 此时我也不禁感叹那个女人的疯狂 但为了灭果 这都是值得的 不过李天元那家伙 居然连玉玺都随身携带 还这么果断地将我卖了 还真是未来可惜啊 吴栋玄十分比一地将我打断 别回味了 先回总谈商议如何夺取容器 听到他的话我感到极为不紧 明明直接出发就好了 直到商议了半天后 我们才终于确定了方案 出发前往真龙出世的地方 可这一路上 我却总感觉十分不安 似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终于在不知走了多久后 吴栋玄台终于停下 告诉我已经到了 直到我看清面前的场景 却变得无比震惊 这难道才是红袖军的真正总裁 突然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将我打断 不 这里的好多人 根本不是红袖军的人 那边带着蓝色三角图案的人 是山河会的人 而那些举着天字旗号的家伙是黄天党 还有那些挂着伪善笑容的人 是巨异蒙的惨党 我指了指那边凶恶的光头 那是五风山的人 那边长得和野人一样的家伙 他们是海沙帮的人 他告诉我诸如此类的反贼惨党还有很多 而且其中不少都被我们昆卫办公 听到他的话我心道不妙 我这算不算羊入虎口 但很快我突然意识到 我要寻找的人才不正是这群反贼吗 虽然他们看向我的目光不够友善 可我还是忍不住露出兴奋的笑容 这可都是败国的重要资源 我异常的举动也被李天元看到 心中更是无比震撼 真不愧是陛下 身处敌营仍然不乏稳健 甚至面露喜色 难道他早料到龙脉现实会有反贼在此聚集 所以想一举将其通通收 一个长的眉清目秀的腹肌猛男 却对着我这个有夫之夫抛起了魅眼 我被吓得一把将李天元拉到身边 我是前国丞相李天元 他是前任前皇图千军 听到我的回答 男人却笑得更深 小兄弟你拒绝人的方法还真有一套 吴动玄突然从我的身后出现 告诉他我说的都是真的 再见到吴动玄的瞬间 身后的众人齐齐抱拳喊道 见过盗祖 突然他回头朝我看来 你是不是有点失望 自以为昨夜与我达成交易 就能获得红袖军权力支持夺取龙气 没想到红袖军支持的 可不仅仅是你一家 我说过我是生意人 做生意可不会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听到他的话我愣了一瞬 所以说我是被白嫖了吗 结果就听他继续道 我不想当皇帝 但所有有胆量做龙义的人 我都愿意在他身上下注 这次以夺取龙气为契机 欢迎大家自由竞争 李天元瞬间明白他的意义 他是想用龙脉聚集所有反贼势力 并以此选出灭国的人选 不管谁是最后的勇家 他都将会是胜利的一方 于是他又担心地看向了我 陛下真的能够应对 有这种心机与算计的谜言吗 接着就见我无所谓的大笑出声 竞争对手当然是多一点太好玩了 反正最后结果只有一个 毕竟谁来覆灭前朝对我来说都一样 谁知我的一番话直接把他迷成了恋爱呢 我就喜欢你这份松弛打 真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 虽然在场有这么多备胎 但我觉得没一个能争得过你 恐怕唯一能与你竞争的 就是南京那边的人了吧 听到这个地名我也有些惊讶 南京还真的准备来争夺龙气 可他却突然笑了起来 你之前冒充他们的时候就没想过 处事后人真的会对龙脉无动于衷吗 算算时间 南京的人也应该到了吧 突然一阵脚步声从洞口处传来 只见为首的是一个满头红发的男子 而他的身后则是一个坐在巨人背上的女人 看到来人 吴动玄却显得十分生气 我不是让你去接南京的人吗 怎么只有你自己回来了 谁知男人却无比狂傲的表示 去接他们是盗祖的命名 我可不敢违抗 人我带来了 接着他将一颗还在流血的头颅拿了出来 一个一头红发长得像个二五仔的家伙 却比我这个一招帝皇还要狂傲三分 甚至拿出一颗脑袋威胁吴动玄赶紧把盗祖的位置让出来抵他 见我们谁也没有回答 陈思明直接将手中的脑袋扔了过来 这一幕让在场的众人不由道西一口凉气 因为这颗脑袋的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经过此行的使者 吴动玄气得浑身发抖 我让你去接应南京特使 参加这次活动 你就是这样给我接应了 可陈思明不仅不知悔改 还咧嘴笑了起来 随后做出一副不关我事的样子 谁让这家伙太弱了 说着直接一脚踩到了他的脑袋 吴动玄眼中杀鸡尽血 我知道你对我不满 一直窥探我的位置 不过在这个街骨眼上导致 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点 陈思明无辜地打着哈欠 我对盗祖的忠心愈愈可见 不过盗祖想要覆灭全国又不想称帝 那我们做下属的 自然要给盗祖物色一个一统天下的人选 不过这个诸四道 金国的大亲王 号称什么江南第一猛将 统领破浪营战无不克 他代表金国来夺取容器 结果被来自草原的朋友团灭 再听到草原二子 我瞬间竖起了耳朵 接着就看到那个白衣女人笑呵呵地解释道 他们都是被我家阿牙做掉的 阿姨那十分不屑地把玩着手中的笛子 区区南京国 弱得一批 下一刻 地旁的反贼头子却十分不屑地大笑了 听说北莽出了一个什么狗屁圣物 可在我等眼中 不过是区区北方的蛮狗 听到那些反贼对自己的侮辱 女人冷笑道 你说的蛮狗 难道是指我们吗 确实我们相比起中原的繁华 属实差点意思 可我就想问了 既然中原这妖牛掰 大家的生活一定也很幸福美满 那各位冒着判死刑的风险扯棋子造反 是因为爱好靠反贼吗 听到她的话 在场的人各个义愤填膺 妖言惑众 妖女 你就是个妖女 阿姨那呵呵一笑 我南下夺取龙器 是为了结束分裂与纷争 一统天下 大家要是想投身一统天下伟大实验 可以考虑加入我们 下一刻 在场的众人眼中泛弃紫色的光芒 嘴里还喃喃自语 一统天下 名流轻视 看到他们奇怪的犯 我却感到无比奇怪 这就被破成功了 可更让我感到疑惑的确实 我根本看不到这个女人的资料面板 紧接着 阿姨那张开双臂高声道 大家想加入我的麾想 也要接受考验 因为我们只接受精英 听到熟悉的台词 我竟不小心跟着说道 不接受垃圾 此言一出 阿姨那无比震惊地看向了我 这家伙怎么知道这句台词 而我也赶紧试图掩盖自己 然而一个大汉 却一把薅住我的衣服 你特么说我们是垃圾 我解释是他想说 不是我 转而男人又看向阿姨那 难道你们觉得我们是垃圾 阿姨那嘴角够乐 我不是针对你 我是说在场的各位 都是垃圾 费尽心思来到了反贼窝子 想要联合反贼覆灭我的王国 却不料在这里 碰到了自己蓝星的老乡 他一句 我不是针对你 我是说在场的各位 都是垃圾 瞬间引爆了全场 数百人疯了识的抄起家伙 就朝阿姨那冲了上去 可面对他们的围攻 阿姨那只是轻声喊道阿牙 带我哥开了全场 下一刻 身下的阿牙爆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声 众人也被这愤怒的吼声吓了一跳 紧接着一道身影就冲入了人群 仅是瞬间 便有数十人被他扭断了脖子 甚至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就看到自己的身子和自己永远分家 看到那恐怖的一幕 我赶紧带着肖远离了这里 君子不利于危墙之下 先逃命再说 可尽管我已经很注意隐蔽 却还是被时刻关注我的阿姨那发现 阿姨那喊到阿牙停下 先去杀了那边逃跑的家伙 听到她的话我只感觉头皮发麻 老子就特么接了一句嘴 你不至于赶尽杀绝吧 谁知在女人的眼中 仅仅只是因为我不受到她能力的影响 故而成为了她的眼中钉 转瞬之间 阿牙已经出现在我的面前 可她挥出的权力一击却被阿杀拦下 这也让阿牙短暂的愣了一瞬 不等她继续出手 吴动玄已经一脚将她踩进了地面 在我红袖军的地盘如此放肆 是不是有点太不把我这个道祖放在眼里了 阿姨那微微一笑 冷静点 我们并不是敌人 接着她睁开了射人心魄的眼睛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而那蛊惑人心的话语也不断在我耳边重复 那感觉就好像是有人在用大锤正疯狂砸着我的脑袋 反观吴动玄 此时宛如傀儡般竟然停止了动作 反复重复着灭掉钱国这句话 在阿依娜的蛊惑下 吴动玄突然有了想要先干掉前任钱皇的想法 随即她猛地转过头死死盯着李天元 阿依娜见状也有些意外 居然是前任钱皇 没想到还有意外惊喜 阿杀和肖不约而同地护在我们的面前 而我也在此刻明白 那个女人的能力到底是什么了 明明和我一样是蓝星穿越而来的倒霉蛋 可她的却试图想用言语蛊惑我做她的小弟 殊不知我非但没有如她所愿 还瞬间知晓了她能力的真相 要知道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各种执念 而那个女人的能力 就是把人心中的执念放大 再通过语言诱导 让对方成为被执念支配的傀儡 在阿依娜的不断怂恿下 吴动玄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一步步地朝我逼近 这也让我感到头皮发麻 虽然我已经看透了那个女人的能力 但面前这个被蛊惑的纯女人到底该怎么办 突然 我猛地伸手拦下了吴动玄 臭娘们 她已经不是前皇了 干掉她并不能灭掉前国 听到我的话 吴动玄猛地清醒了过来 眼神中也闪过了挣扎的神色 看到她的反应 我知道我的话起到了效果 虽然那个该死的女人可以通过言语诱懂别人 但我也能通过语言漏洞反过来测讽她 就当我暗自得意的时候 却感到一股杀意锁定了我 回头望去 却发现那女人正用一种看死人的目光看向你 接着就听她大喊 吴道祖 灭掉前国是你毕生的心愿吗 如今目标就在眼前 你在犹豫什么 你决心动摇了吗 随着阿依奈的声音再次响起 吴动玄竟再次变得愤怒无比 那生死力竭的吼声更是让我忍不住捂住了 接着 吴动玄愤怒的一拳便砸在了我刚刚站着的地方 那疯女人的模样吓得我裤衩都湿了两条 这真的还是个人吗 虽说如此 可我却丝毫不惧地重新站起 吴动玄 图千军死了你就会满意吗 你真正的心愿 究竟是灭掉前国 还是让中原变成没有战火的乐部 听到我的话 吴动玄的脚步硬生生停了下来 随即抱着脑袋痛苦地叫喊起来 身后的阿依奈大声质问道 你为什么还不动手 我冷笑一声朝阿依奈导 人心中的执念可不一定仅有一种 就比如吴动玄的执念 灭前固然是他心中执念 可他心中更大的执念却是建立太平盛世 而你的能力 无法选择具体放大哪一个执念 所以他现在要建立和平盛世的执念 也更加强大了 随后我不顾他们惊讶的目光 对着吴动玄发出了最后的灵魂一击 如果你被那女人控制 必将换来北方蛮族入侵 中原生灵涂炭的局面 你告诉我你救到了谁 说完这话 我露出无比自信的笑容 当心里两种执念发生冲突无法调和的时候 那他唯一的选择便是 此机 看着吴动玄那宛如智障一般的样子 阿依奈直接绷不住喊了一声卧槽 在吴动玄倒下的瞬间 我快速来到他的身边将他接住 论打嘴炮 哥可是纵横各大论坛平台的斗宗强者 只用了三句话 就让人人敬仰的吴道祖 变成了一个只会阿巴阿巴的二傻子 说完我还不过瘾地看向了阿依奈 臭娘们 你算个什么玩意还妄想跟我懂 这时场场内突然的响起了骨头嘎巴嘎巴的响声 那个本应该被打倒的阿侠突然爬了起来 阿依奈不在意地看向了李天元 前任前皇不杀也罢 反正日后要南下中原 正好留他一条命作为妻子 随后眼神冷漠地扫过了我的方向 至于你 今天我无论如何都要杀了你 虽然没能成功控制住吴动玄 但他因为两大执念的冲突暂时被废掉 没有他站立的阻碍 凭借阿牙的实力 在场已经没有他的对手 此时萧和阿沙护在了我的面前 对于那个傻大狗 他们都显得无理计 阿依奈目光灼灼地看着被保护的大 阿牙 杀了他 下一位 阿牙脚下猛的用力 宛如一条疯狗一般瞧我哭了过来 我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 那爪子就已经出现在我的面前 就这么停在了我不足十公分的位置 原来是萧将断刃刺入了他的手臂 才堪堪将他拦下 阿牙发出无比痛苦的叫声 一旁的阿沙抓住机会 甩出几道葫芦仍在了他的领上 无言三连破 随着一声爆炸响起 阿牙也被炸飞了此去 直到撞到了深刻的眼神 看着废墟露出来的那只大脚 阿依奈才终于反应了过来 刚刚飞过去的是自己的小弟阿牙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对面的两个女 不明白为什么那两个不起眼的小丫头能击败阿牙 诸葛沙呼喊到一旁的萧准备继续进攻 萧伸手将他拦下 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那家伙并没有你想得那么脆弱 与此同时 一声声紧爆声在阿依奈的耳边响起 只见阿牙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了起来 身上还散发着幽绿色的光芒 黑牙兽化灵戒指 是否压制兽化 阿依奈眼神震怒 阿依奈嘴角微微扬起 就是这样才会有意思吗 明明一心只想当个亡国之军 可不论我怎么做都能引起别人侧目 将我再次推上王位 这也让同位穿越者的阿依奈感到危机失足 当即命令黑牙把我干掉 看着面前这个人不忍鬼不鬼的家伙 阿沙不禁愣在当场 怎么好端端的人变成了一条狗 就连周围观战的家伙也感到匪夷所思 好好的人不当为什么非要当狗 此时黑牙正一脸凶恶地看着面前两个把他打飞的女人 下一刻黑牙突然消失在原地 接着一脚踢向了诸葛沙 肖猛地转过了脑袋 抓起匕首挡下了黑牙的力章 黑牙大声怒吓一声 只是瞬间便已经挥出了十几拳 阿依奈平静地看着不远处的战斗 黑牙本是被野狼养大的孩子 本性嗜血无比 可现在你们却打掉了我用来压制他狼性的眼睛 真是活该 与此同时 肖被解开封印的黑牙打得节节拜托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忌惮 就好像疯狗一眼难缠 突然黑牙张开了血盆大口 狠狠地一口咬在肖的肩膀上 突然 黑牙注意到重新站起的诸葛沙 接着咬住肖直接甩了出去 此时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不可能打得过这个家伙 下一刻 两人撞进了墙壁 我一路小跑跑到他们的面前 可肖却突然大喊让我离开着 我有些疑惑地站在原地 接着就听他继续道 这畜生的力量和速度在我之上 我打不过他 现在只能靠那个小姑娘用俯路来控制他 白眼的女孩 肖这才想起 诸葛沙昨天刚被吴栋玄用雷劈 今天又被狗打 该不会死了吧 他的心中无比绝望 图苏殿下 我可能以后都不能辅佐您了 我怕是要死在这里了 就在这时 原本大步走来的黑牙停在了原地 而在他的身前 则是五个拿着奇怪武器的家伙 人在临死前喊了一声马猴烧酒 一带你扛酒 因此获得了活下来的机会 只因我听出 这正是蓝星人的经典暗号 可在那之前 我们还是生死相搏的仇人 在我陷入危机之时 五个长相奇异的大汉兰在我的面前 总谈什么时候可以遛狗了 这么闹下去 我们五大掌门的面子 可就挂不住了 这场毫无意义的闹嘴 也是时候结束了 就先从这头畜生开始吧 那些狂信徒更是兴奋大喊干死他 就连我也不禁感到热血 国族要是有这种感觉 还怕拿不下世界杯 只见五人犹如蛟龙出海一般 纷纷挥舞着手中武器冲了上去 然而下一位 他们居然被黑鸭给一招免了 那些狂信徒傻眼地看向了身后 只剩下他们还没有超度的肉身 还没特别 阿依娜绷不住大笑起来 这就是你们的掌红吗 太搞笑了吧 就连萧都忍不住嘴角抽动 怒骂道 你们这是特么来干嘛了呀 黑鸭回头看向了萧 面对面前绝望的一幕 萧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随即一把抓起了昏迷的诸葛莎 搜的一下扔到了我的怀中 快蹭得亲这个女人 说着将我的脑袋死死地 按在诸葛莎的嘴上 我不其然 原本昏迷的诸葛莎猛地张开双眼 但很快又因为和男性亲密接触 昏迷了去 萧主动抓起我的手 伸向了她的胸口 那副正义凛然的模样 让我瞬间察觉到了什么 诸葛莎将会把与该男性 接触的人列为生死大人 一时间 死亡的气息猛地出现 这时我也可诸葛莎分开 只见她的身上竟开始伴随着 丝丝静点 宛如老巫婆般咬牙切齿的声音 从她的喉咙里传出 是谁要和我 抢男人 看到这一幕 萧也不禁赶到后爬 立马就朝着黑牙冲去 下一秒 就看到诸葛莎喷出一口紫色火焰 萧紧张地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躲在了黑牙的后面 神机一道巨大的紫色火焰 伴随着闪电在黑牙身上炸开 阿依娜不禁慌了神 大喊着黑牙 这时 萧已经出现在她的身后 阿依娜来不及回头 诸葛莎就已经出现在半空 高举一颗巨大能量球 敢跟我抢男人 死了 重伤的黑牙为了保护阿依娜 竟然直接拦在她的面前 阿依娜开心地笑了起来 但 阿依娜巨大的火焰灭 直到烟尘散去 黑牙已经无力地倒在她的面前 阿依娜的笑容也将在了脸上 银白色的匕首出现在她的火狗 一个字也不准说 不然我把你舌头搁下来 我无力地环顾四周的景象 仿佛这一颗身子都被全部逃空 阵地反贼窝 随后我猛地转头 看向了这个毁坏我计划的 注意到我那近乎扭曲的目光 阿依娜竟感到一股源于灵魂深处的骨子 这个该死的女人 居然把我好不容易策划的灭国计划毁于一带 该死 阿依娜终于怕了 不断用女言试图干扰我 企图让我放下手中长剑 可我却没有受到一点影响 谁也不能影响我的灭国打击 接着我毫不犹豫地挥刀长下去 绝望之际的阿依娜突然大喊 马侯烧酒心机之蛙一带你躺起了 听到这话我硬生生停下了 挥向她的长剑 这也让众人都感到不及 为什么陛下不除掉这个祸乱庄园的女人 就连阿依娜都是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我收起了长剑 二次元浓度很高啊 大哥 刺起了 一句即便我不便 符号看向险 让我确定了一句跟我做对的傻不一 居然和我一样都是穿越者 阿依娜扑通一下跪倒在我的面前 哭着喊道我也是穿越来的 我抬手让准备灭口地消等一下 我还有点事要跟她谈谈 正好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 因为失去阿依娜的控制 吴动玄猛地惊醒过来 醒来后她扫十四周 发现了毅力在人群中的我 还有那个企图控制她的女人 吴动玄指向阿依娜 混蛋 你居然敢控制我 我拦在阿依娜的面前 别杀她 我还有用 吴动玄脑子上赏过一个大大的问号 难道我已经满足不了你了吗 居然拿对一个一族女 看着我愈发严肃的面容 吴动玄还是选择了闭嘴 留下一句 你救了我一命 算是我还给你的 可我接着又提出一个过分的条件 给我准备一个隔音不错的房间 吴动玄有些生气 大喊道我知道 我突然有一种错觉 似乎她吃错了 虽说如此 吴动玄还是给我准备了一个房间 只是看到这里的陈舍 阿依娜害怕地抖成了筛子 我也感到有些尴尬 她似乎误解我的意思了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 我还是决定再测试一下 即便我不便 不好看向险 宫廷玉叶酒 一百八一杯 君不见黄河之水添上来 流向那万子千红一片海 垂死病中金做起 燃烧我的卡路里 问君能有几多仇 超跳RAM和篮球 我常常探出一口气 没错了 是跟我一个世界的家伙 于是我开口问道 你是怎么穿越来的 阿依娜表示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某天我在网上发了的提问帖 问你最想穿回那个朝代 结果网上有个叫夜之帝王的傻播易 直接对我来 说现代这么好 想回去的都是智障 我怎么认得了 直接和那个傻播易开始播易 结果一激动 奶茶碰到了 然后 我惊异的发现 居然跳杂了 回过神的时候 我就已经是一个不能自理的婴儿 听到她的话 我突然陷入了沉默 夜之帝王 那个傻播易不就是我吗 不过阿依娜居然浑穿到婴儿身上了 所以 你是怎么知道我是转生者的 那还不是因为你之前接住了我的狗 我一时间有些尴尬 习惯说出口了 她突然凑到我的面前 我们合作吧 你现在不是已经成为李天元了吗 接着开始使用自己的能力 虽然是重臣 但古代也没那么好吧 我只感觉找到了知音 曾经的我每天游戏 可乐 刷视频天天殆尽 现在的我 吃饭 拉屎 睡觉好像上行 阿依娜露出一个笑容 知道我是穿越者就放松警惕了吗 中了我的技能都不知道 你穿越过来有什么技能吗 我直接全盘拖出 就一个系统 看来你的穿越感不是很好 不过遇上我算是你的性能 要不要姐姐带你 我顿时感觉到不妙 这家伙刚刚还是个舔狗 现在怎么又行了 阿依娜转头道 你的目的是想灭国吧 你是想灭掉前朝自立为王对吧 我只感觉面前的这姑娘 就是个傻不一 真把我当成李天元 想留在这里 突然 我反应过来 这家伙是不是对我使用能力 说着他开始脱下鞋子 将自己的臭脚丫漏了出来 答应跟我混的话 我可以给你舔脚了 看着他越来越过分 我再也忍不住一把抓住他 将我攒了二十年的臭袜子 塞进他的嘴里 你小子不是能避避吗 人人都替我脑补 别人也就算了 但同为穿越者的 你也不懂我的心情了 让我来告诉你 我到底想要什么 那之后 阿依娜的眼睛瞪得越来越大 洞穴里传出的惨叫声 也越来越大 只用一个晚上就搞定了阿依娜 再经过一夜的风雨后 我袖口一挥甩开了地牢大门 可迎面而来的注视 却让我感到十分疑惑 大家看向我的目光 充斥着一股别样的味道 众人又看向了 跟在我身后的阿依娜 只见他一副面色朝红 好像发生了什么的样子 此时众人的脑海中 都闪过似的大字 荒淫无耻 李天元认真又崇拜地看向了我 真不愧是陛下 仅凭肉身就降服吴栋玄和妖女 为全国排除两大隐患 我敏锐地察觉到他的面色变化 这老小子肯定又在脑补什么 于是我赶紧解释 我就只是封印住他的能力而已 吴栋玄倒是第一个选择的相信 你的时间不应该那么多 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我们 原来是异军联盟已经集结完毕 随时可以开始寻找龙脉 吴栋玄看向了我 时辰也差不多了 是时候前往龙脉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也有些意读 那之后 我们来到一处乱石之前 吴栋玄双眼爆发出一道金光 一时间 周围的场景开始变换 我心中惊讶万分 要是叛军自行前来肯定迷路 提前在龙脉附近设置总坛 这样不管谁想找龙脉 都逃不出他的势力范围 当真是好设计 就在这时 吴栋玄突然停了下来 一脸微笑地看向龙脉 我们到了 下一刻 我只感觉眼前被光芒覆盖 等到再次睁眼的时候 周围完全变成了一副荒芜的样子 所以说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真的会有龙脉 就连内星义勇军的首领 都跑来质问吴栋玄 这种地方怎么可能会有龙脉 你探马的是不是骗我们 就在这时 吴栋玄的身后传来一阵沉重的声音 一道金色的巨影出现在众人面前 此时所有人的脸上都是一脸震撼 只见一座金色的大门缓缓打开 看到这座宏伟大门的一刻 我心中便有了答案 这就是龙脉 不知道是谁带头喊了一声冲啊 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反贼 便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 听到他们那无比得意的笑声 我却丝毫不为所动 甚至心中为他们加油 快去抢吧 最好是抢到龙脉帮我全国掉大户 突然我回头看向了一旁双眼发指 一副要将他们全部杀掉的笑 我十分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我都不急 你急个毛 李天元自顾自地为我解释道 没错 现在贸然进入说不定会触发某些机关 陛下盛名 再确保所有人都进去红 我才开口到出发 随着我们的身影消失在大门之中 金色的大门竟自行关闭 彻底消失在荒芜之中 看着周围金碧辉煌的样子 我不禁感叹建造之人真当是财大气族 还未进入 便听到一阵大笑声传来 我的 都是我的 李天元末世地看向声音传出的方向 看来是遇到情况 随即我们便朝那声音走过去 虽然有所准备 但还是被面前的一幕所震惊 只见那些人都沉浸在数不清的金银之中难以自拔 那些人流着激动的泪水 有了这些还找什么龙脉啊 消止了指身后的那些房间 不去看看吗 直到走到那些门洞面前 却看到两班人马正吵着争夺这里的归属去 还有那些沉浸在绝世武学中的武痴 短短一时间 人间百态展现的淋漓尽致 吴动玄似乎早有预料 想得到龙脉的认可 就必须拥有与之相配的气度 背一点银头小丽丽有 最终也不过是小角色罢了 看来这就是龙脉的第一条考验吧 这一路定不可掉以轻心 我对这一切嗤之以鼻 雕虫小技 我早就看出来了 吴动玄刚要对我表示肯定 结果下一刻面色大变 你特么手里都拿了些什么 此时我早已手持一堆珍贵财宝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明明身为一国之主 拥有着无尽的荣华富贵 却主动放下身段拿了一堆破烂 吴动玄一脸傻眼的看向我 你特娘的到底是在干什么 你刚刚是没听清楚我说话吗 说着他指了指头顶 这是龙脉的考验啊 你搞这些事不想当皇帝了吗 我没有理他 而是转头进了另一个宝物 这里好像也有宝物啊 李天元眉头微皱 身为一国之君什么宝物没见过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露出贪财短视之举 我机智地想到 如果这是龙脉考验 那我只要表现的贪财意 肯定能扣不少分 注定和皇位无缘 突然我低头看向了一点 居然是几个因为争夺财宝互相残杀的蠢货 我不禁感叹 为了这点破烂至于吗 我看向了四周 比起我国库里的东西差多了 估计真正能吸引我的宝物 也就只有手机里的小泽玛丽亚 不久后 我在众人傻眼的目光跑了回来 我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 我给你们都精心挑选了礼物 肖看着我丢过来的断刃直接傻眼 这不会是 李天元看着手中的龙文剑心中百感交集 以龙相托 这是何等的度量 就算是先帝也不曾对我如此 至于丢给吴动玄和诸葛杀的则是两本方术秘籍 就连那个和我一起穿越过来的笨女人也有一条鞭子 我低头扫了她一眼 别多想 这是留给我们之后一起用的 吴动玄打量着我的背影 还以为这个李天元有点帝王之气 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 是我看走眼了吗 突然 整个宫殿开始剧烈的震动起来 一颗颗巨大的石头不断从空中砸落 而那些沉浸在财报中的呆瓜 也终于意识到了无妙 来不及闪躲 巨石就砸在了他们身上 一时间 惨叫声不绝于耳 直到惨叫声慢慢变低后 那些房间已经被巨石堵住 接着我又看向了巨石下流出的血迹 我心中悲凉无比 朕亲爱的反贼 你们可是朕的国之洞两 怎么就这么没了呀 吴动玄看了一眼身后还活着的人 之前进入这里一共158人 现在只剩下不到50人 只一个考验就淘汰了近七场 这是一道机械声在众人耳边响起 帝王到场 初考 气之考 听到这声音 我整个人宛如被电击般将在原地 我低头看向了手环 心中大喊大奔 是你吗 可等了半天 手环也没有传出一点声音 接着那声音又在众人耳边响起 沉迷世俗之物 如小丽而望大意 无惧帝王气量 淘汰 胸怀天下 而心如止水 帝王之气出城通过 听到这里 我心中暗暗得意 刚刚我拿了那么多宝物 应该也被淘汰了吧 现在是我自己走 还是你请我走 那声音又一次响起 善假于物 收买人心 以人心谋天下 以天下力言行 大气 下一刻 一道金光将我垄断 我原本得意的神情瞬间消失 特娘的 明明是众望所归的帝王 却想尽一切办法 想要给自己的脸上抹黑 没成想 我乱搞的操作 竟然得到了龙脉的认可 听到龙脉对我的评价 李天元整个人都惊喜地大喊起来 随后快步朝我走来 重重地拍在我的身上 真不愧是你 李天元 我一脸僵硬地回过头来 死死地盯着面前这个烦骨仔 阿依娜同样震惊不已 红为穿越者 我只考虑了第二层 可他居然在大气层 李天元当真恐怖如斯 这时有人开始小声谈论起舞 你知道这是谁吗 他可是大名鼎鼎的前国派人 李天元 难怪他有着帝王之姿 如今一看 果然名不虚传 此时众人的目光 也因为那道金光锁定在我的身上 我突然朝旁边卖了一笔 试图躲开金光的照样 谁知那金光竟直接跟了上来 我心中无语万分 对着空中比了一个友好手势 这特么是个什么玩意 别特么招老子 这时手环突然传出一道一声 恭喜宿主 宿主刚刚在龙脉气质考中 取得优异成绩 获得龙脉祝福帝王光环 你特么不是不会说话吗 还有 帝王光环又是什么 能给我增加战斗力吗 回答宿主 帝王光环没有任何度 不过他能让宿主在人群中更加瞩目 就如同帝王一般 听到他那拖着长长的声音 我突然明白 这就是系统给我设置的圈套 你千万别让我找到你 不然答辩给你喂嘴 这时机械声再次响起 由于竞争者中有人获取帝王光环 提前触发后续试炼 帝王到场赋 立志考 等到我再次睁眼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身上似乎变得有些沉重 低头一看 才发现自己的身上居然变成了窥窖 周围的场景也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这时 一个侍卫跑了进来 元帅 请开始三军集议 很快那声音又开始说起这次的任务 带领牧阳军攻占松都城 李天元看着面前的沙河 立马之小的如今局势 在地图的最南方 有一条宽阔的林苍江 吴叶身为元帅率领的牧阳军 正在河的北岸驻扎 而在牧阳军营地更北方二十里外 加力着一座巨大的城池 这就是这次要攻打的城池 松都 松都城驻军五千 牧阳军两万 双方的军备补给都十分充足 可以经得起上达数月的消耗战 如果单看士兵和军备数量 攻下松都城虽然极度困难 但并非绝对不可 突然士兵开口道 我军感染瘟疫 目前已有近五千人身体不适 上土下泄 军中大夫无计可施 将士士士气低落 接下来该当如何 请元帅定夺 李天元低声道 立之考应该是测试打天下的能力 而这里不见其他人 说明龙脉把我们几个化为同一阵营 所以 所谓的试炼 不就是战争主题的副本吗 这狗龙脉还挺会玩 一旁的削开口道 我曾跟随先帝和图苏殿下 略懂军务 攻城战如果要稳妥起见 攻防兵力需在守方十倍以上 我们原本兵力就很是勉强 如今再加上这瘟疫 听到这里 我表面露出一副苦涩的模样 实际心中冷笑 可算干了件好事 很快我就想到 若我这里是地狱开局的话 那岂不是说 其他竞争对手的题目也和我一样 如果他们的任务也失败 计算综合评价我又是最高可总的 看着我连续变换的表情 李天元瞬间明白了什么 陛下也想到了吗 能够利用瘟疫反败为圣攻下松都的方法 只是那个办法太过阴狠改了 陛下大概也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使 既然如此 那这个恶人就由微臣来当好了 帮我夺得天下 李天元主动站出来选择承担一切 他突然开口沉声道 陛下 我有些疑惑地抬起脑袋 便看到他十分认真地朝我心里 微臣有意即可轻松拿下松都 与此同时 在另一个副本之中 吴动玄当看到面前的一幕也瞬间将在原地 在他的面前 是一个个几乎垂死的士兵 吴动玄走到一位老兵面前 在老兵诧异的目光下伸出右手 下一刻 吴动玄的右手上亮起蓝色光芒 坎盾 上扇若水 施法过后 老兵竟奇异地坐了起来 我居然好了 随后一脸震惊地看向吴动玄 活神仙 袁帅是活神仙啊 所有感染瘟疫的人都被这声音吸引过来 一个个前赴后继来到吴动玄的身边 袁帅 救救我 我也想活下去 吴动玄面露惊惧 恍惚间 他似乎回到了过去 曾几何时 如现在这般一样 不过我一个人的力量 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病源 也只是杯水车星 他无比坚定地看着面前的士兵 尽管知道 我也做不到什么也不做 随后他安抚到众人 只要有我在 你们都会有救了 接着他朝身后喊道 所有会一点治愈系的人 跟我一起救人 随即他又写出了一张药方 其他人 按照我这张方子去备药 保证全军都要服用 说完他再次扭头 看向了那些兵死士兵 另一边 第三个副本内 阿依娜默然道 两万人攻五千人的城 还带着这么多传染病的病号 这还打个毛线 对面的男人冷笑一声 为什么不打 要我说 拿下松都 再容易不过了 阿依娜死死的盯着陈思敏 那你来告诉我 怎么打 陈思敏满是戏血 松都城区区五千守军 只要让他们都感染瘟疫不就行了 我们只需要用投尸车 把那些得了瘟疫的士兵尸体 投入城中 下一刻 会议店内陷入了沉默 我一脸震惊的看向李天元 你真是个火焰王 阎罗王身上都得闻个你 我直接否决了他的提议 这个计划太阴阻 不是明军所为 李天元极力争辩 陛下 这是战争 不是讲仁慈的时候 我抬手立声喊道 够了 在李天元震惊的眼神中 我却是一脸笑语 我已经有了更好的办法了 李天元顿敢傻眼 什么更好的办法 自古攻城战惯例 攻防兵力至少要在守城方十倍以上 才有必胜把握 而如今牧阳军不但兵力不足 更是患上瘟疫士气低落 如果不使用阴毒招数 要想攻下城池 根本是痴心妄想 我认真地看向他们 如今士气低落 我准备撤回临苍江南岸 等待时机再战 地旁的消停丸牙刺欲裂 还以为这昏军有什么好计划 说白了不就是打不过梯桶跑路了吗 既然是逃跑的话 有必要这么慷慨激昂 你这是在用最霸气的姿势 说着最总的话呀 李天元却陷入了沉思 陛下的计谋绝对不可能这么附近 这其中必有什么其他的事 可惜我在军略征伐上的剑节 远不及宫廷全谋 所以还无法踏入陛下的思考领域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停下来叮嘱他们 撤退时 我们要带走所有的瘟疫士兵 那些并得走不动路的也要带走 李天元大喊道不行 那些染疫士兵多半也就不活 带上他们 反而会托骂我军行军 陛下为何非要带上他们 我回头目光灼灼地看向他 不抛弃 不放弃 是我对待部下士兵的态度 这个解释能让你满意吗 对上我那坚定的眼神 李天元再次感受到了那所谓的龙威 最终他朝我妥协 微臣不敢 我的这番话语也让萧对我微微侧目 与此同时 第三个副本中 两名士兵将那些因瘟疫而死亡的士兵装进袋子 机械化地将他们放进投尸车的箱子 在士兵惊恐的眼神中 只听见一道破空声响起 那些感染瘟疫的士兵尸体 如雨点一般射入城中 得夺得胜利而拿下龙脉的认可 阿依娜进阶西将那些因受到瘟疫而死去的尸体投入城中 城门上的士兵看到飞来的炮弹大喊着隐蔽 可很快守卫便发现 那根本不是什么炮弹 飞在空中的是一具具冰冷的尸体 一时间 带有瘟疫的血肉在城楼上炸开 此时城楼上乱作一团 里面传出了惊恐的叫声 尽管如此 城外的将军还是大喊着发射 随着一道道指令下达 将军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那些被当作炮弹的东西 可是他最中心的士兵 手中发号命令的长剑从手中跌落 最终他绷不住跪倒在那些死去士兵的面前 那可都是我的兵啊 我怎么能这样 阿姨娜宛如魔鬼般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继续下令 难道你忘了你的愿望了吗 只要打完这场仗 你就能回家澄清了 被蛊惑的将军僵硬地转过脑袋 没错 我可以的 接着他一步步朝头驶车走去 我可以 我可以的 阿姨娜擦去了不存在的冷汗 这群士兵真是麻烦 稍微松懈一点就给我掉链子 陈思明从他身后走出 得亏圣女的这个能力 依我看 这松都城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第一批尸体头下的时候 对方还装作一副眼炎阵以待的样子 现在一天过去了 城头都被尸体填满了 也只有寥寥几个人在搬运尸体 算算时间 文艺应该已经在城里爆发了 阿姨娜立刻吩咐到阿牙 翻过城墙 从里面打开城门 下一刻 阿牙做好了准备 力量全部汇聚在脚底 嗖的一声 阿牙冲出的一瞬间仰起漫天沙尘 而后更是在垂直90度的城墙上狂奔不止 姑息之间 阿牙已经出现在那些守城士兵的身后 只听见砰砰两声 守城士兵的脑袋蓬得炸开 很快 城墙上燃起了熊熊火光 又过了几分钟 城门在阿牙近乎变态的臂力响缓缓打开 看到这一幕 军中爆发出胜利的欢呼声 准备攻城 陈思明也有些意外 没想到咱们赢得这么轻松 阿姨娜来到大军之前 全军听令 越过去 全军再次爆发出惊人的喊声 整齐的军队很快冲进了城门 阿姨娜更是兴奋地骑着白马冲在大军的最前方 可很快她的笑容就僵在脸上 面前的城镇中 却看不到一个活人的影子 阿姨娜思绪良久 却始终无法理解自己看到的 就算是瘟疫爆发 城里也不至于如此安静 突然几道破空声告诉了她答案 自己身后的士兵接二连三地倒下 瓷器笔伏的惨叫声终于让阿姨娜清醒过来 很快轰隆隆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竟然是一个个武装到牙齿的士兵 这时他们身后的男人突然开口 你们终于进来了 人为了拿下国王之位 静不惜献祭无数士兵的生命投入城门之中 可就当他率领大军攻入城中的时候 却发现了所谓的生命 同时至终都不过是一场笑话 阿姨娜惶恐地看向不远处的那个老头 你是谁 男人沉沉的声音响起 松都城练气势 与岳真人 平道擅长的 正是操纵瘟疫之方术 与此同时 一号副本内 李天元此时正因为无法理解我的想法 挨声叹气 路过的士兵关心地看向他 大人你没事吧 李天元摇了摇头 我没事 快抓紧运送伤患吧 就在此时 身后突然想起诸葛杀的声音 李大人 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想象你会忘 这瘟疫 所有病患身上有轻微的方数气息波动 所以我怀疑 听到这里 李天元不由瞪大了双眼 你的意思是说 这场瘟疫是人为造成的 诸葛杀点了点头 我猜测松都城军中 也许有精通瘟疫的方数高手 李天元心中一惊 若是按照我提出的那个记录 恐怕早已落入对方的陷阱之中 而他们的谈话 也被躲在帐篷后消大 此时他也是一副震惊 无厌 原来你早就看穿了一切嘛 所以你刚刚独自在营中 才会做出那番阵 此时三号复运 双方士兵早已拼杀在一起 阿依娜此时才终于 你是说 是你让瘟疫在我们军中暴露 这一切 本来就是你设计的 语悦冷笑一声 所以你知道自己将尸体 投入城中的自以为是的妙计 是有多愚蠢了吗 阿依娜紧咬牙关 尸体上的瘟疫 对你们毫无威胁 你却故意将松都城 布置成死城模样 你又闻上钩 吕月居高临下地看向了他 看来你还不算太蠢 若不是遇到了我 你的聪明与恨啊 应当大有作为 阿依娜冷冷一想 我还没有输 只要你死了 我就还有获胜的可能 阿依娜猛地抬头 手指吕月 阿牙 给我干掉它 可等了半天 身后却迟迟没有传出动作 阿依娜疑惑地回头看去 却发现对自己 言听计从的阿牙 此时正看懂 无所在意 我打不过 一时间 阿依娜倾也从那个男人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可怕的气势 阿依娜张了张嘴 恐惧终于战胜了一切 随后翻身 跳上阿牙的后背 快带我离开这里 等到陈思明回过神使 却发现身边的圣女 早已不见踪影 此时他们已经来到城门之下 可城门却被抱有 同样想法了士兵的水晰 你们这群废物 快点给我让开 我可是百夫长 让我先走 听到这里 阿依娜指向城墙 我们翻墙走 突然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肩头 士兵们死死抓住他们的腿脚 圣女大人 我也想活着 救救我 看着士兵们那疯狂的模样 阿依娜满是厌恶之所 你们的愿望 不是为我献出生命吗 让开退伍 用你们的身体去拖住那个道士 只要我还活着 就有翻盘的机会 然而她无往不利的能力 此时却失去了笑 士兵的眼中满是愤怒 不 不对 我们的愿望不是这个 我的愿望明明是回家澄清 骗了我 你对我使用了妖术 下一刻 阿依娜因为能力的反噬 开始蹊跷流血 就连阿雅也毫无留恋地 将她扔了下去 你骗了我们 这个该死的女人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妖女 和我们一起死吧